第3201章沟通内世界,七随风脸如死灰,麻木地伸出双手,啪,折下了一只蚁腿,然后放在嘴里嚼了起来。很快,一根蚁腿就没了,既然一定要吃,那就吃得越快越好,等下出去之后也可以尽快吐掉。 味道怎么样,林涵在一边问道,小侍女则早已经皱起了苦瓜脸,看对方脚的模样就让她心慌。七随风麻木地伸过来一只扶手,没有说话。这意思很简明,就是你想知道味道怎么样的话,那就来尝尝吧。 林涵婉拒,君子不夺人之好,还请尽情享用。七随风麻木地收回手,弄叉,她咬了一口,声音脆响。慢慢吃,不用急,没人和你抢,林涵拍拍七随风的肩,然后大步离去。 该领奖了,第一名的奖励是由城主府的牧管家亲自发放的,她在将奖品送到林涵手里时,深深地看了林涵一眼,小伙子,很有前途,好好干。 谢谢前辈,林涵收下了奖品,心里美滋滋的,不知道福下这枚奇云果后,她的精神力能不能强大到可以将女皇等人释放出来呢?她急不可耐,就要离开,可还没有出去,便见两个人迎面走了过来。 连雪荣,还有,孙建芳,宗主大人,林涵连忙一手行礼,她对于孙建芳是非常尊重的。 很好,你非常好,孙建芳点头,拍拍林涵的肩,笑容满面。 宗主,你的影集已经消除了吗?林涵问道,消除了,但还是影响了寿元。 连雪荣道,幻血竟应该有三十年额外寿元,每提升一个小境界,又有三到五年的寿元增加。 但因为幻血这个过程非常霸道,会严重伤害到身体,因此,增加的寿元大多抵消在那上面了。 除非孙先生可以在二十年内突破道极古境,否则,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明了,那就是孙建芳大概还能活个二十年左右了。 孙建芳却是十分想得开,笑道,无妨,能够来选北国看看武道盛世,我已经很满足了,接下来,那就听天由命吧。 林涵没有说话,心中却是暗暗发誓,以后定会练出对应的丹药,助孙建芳早日突破,化解寿元危机。 说了一会之后,孙建芳和连雪荣便让林涵回去,不过连雪荣却让林涵在三天后一定要归队,他们可能要去执行一个任务。 林涵答应下来,带着小侍女回去,他猜到必然会有许多人来拜访自己,便换了一家客栈。 该吃药,不,该吃果子了,林涵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支玉盒,再打开盒子,里面有一颗子黑色的果实,不大,跟核桃似的。 林涵先看,再闻,观察着果实上隐约的纹路,他点点头,这确定是奇云果,跟描述中的一样。 他在无犹豫,立刻拿起果子就吃,这种宝果,不用洗,天生不染尘埃。 林涵本以为这回很难吃,毕竟他吃过宝果,可没有想到的是,奇云果的味道居然还不错。 嗯,他嚼了两下,还想多吃两口,却发现果子已经没了。 太少了,林涵叹了口气,说起来,他其实真是一个吃货。 只是一会,他就发觉奇云果的效果开始发挥了。 他的精神力正在迅速提升,原本,他的精神力最大程度就是抓起一只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主要是用来沟通符文的。 但现在的话,他相信可以同时抓起两只笔,而且还在提升之中。 咦,这精神力再强大一点,岂不是可以一动兵器发起攻击了? 念力无形,而且不像双手,会局限在身体之中,念力可以放开,甚至从背后发起攻击,防不胜防。 以后,必须得小心了,林涵点点头,否则遇到念力大师,正面牵制,却在背后发起奇袭,大意之下必然要终招。 天地宝果发挥作用,并不需要林涵本身去参与,只是他感应心跳加速,脑袋也有些长,好像变成了两倍大小,甚至还在增加,可对着镜子看看,其实毫无变化。 这是精神力的提升,挤压着世海,形成了错觉。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林涵平静下来,除了脸上发烫,眼睛发红,脑袋还有结嗡嗡嗡之外,一切都是恢复了正常。 他试着运转念力,桌上的一叠书顿时飘浮了起来,十分诡异。 这可不是尽力外放形成的,而是念力,比起之前来,强度何止提升了十倍,一颗奇云果的效果竟这么牛逼。 这只能说,我的基础太低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提升。 林涵点点头,相信再有一颗奇云果的话,他的提升就会很一般了。 再试试,能不能将乱星他们放出来? 林涵内视己身,已是定位到了女皇,然后推动了过去,想要将对方拉出来。 谁? 吕黄立刻发出呵斥,充满了威严,他可是四部,林涵口不能言,只能以念力清楚,传达着他的思念。 林涵,吕黄立刻说道,这是林涵的身体,而要说有谁的实力可以强到在这里影响他而不被他发现的话,那只有林涵了。 林涵轻轻服了一下,表示同意,你不能说话,不能传达神念是不是? 吕黄道,如果是,你就服我两下,如果不是,就服我一下。 林涵服动了两下,吕黄点点头,你受伤了,林涵服了一下,吕黄松了口气,那就是说,门外的世界非常特殊,你的实力受到了限制。 虽然不是太对,但也靠道边了,林涵服了两下,大姐,你在跟谁说话? 天凤神女走了过来,林涵,啊,夫君,天凤神女顿时激动起来,虽然这一别才几个月而已,却最是让他们担心,因为林涵服了一下。 林涵前往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谁也不知道林涵要面对什么。 顿时,刘雨彤,李思禅诸女也纷纷跑了过来。 林涵的精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传达意念,也无法在地上刻字之类,只能通过轻浮来表达。 不过,这让林涵升起了强烈的信心,相信,她的精神力再强一点,就能与身体中的人沟通,再强大一点,就可以将他们放出来了。 第3202章第一个任务,林涵与诸女交流了很久,这才意犹未尽地结束。 现在,她对于强大的渴望更加强烈了,要将诸人放出身体,这需要的乃是精神力,可没有强大的实力,又怎么去得到提升精神力的宝物呢? 归根结底,一切都要靠实力,林涵考虑了一下,带着小侍女去了慈心药堂。 接下来,她要去玄清齐了,而让浣雪一个大姑娘搬到全是男人的地方,她也不放心,而且这也不符合规矩,没听说过谁还能带家眷进入军营的。 所以,她决定让幻雪住在慈心药堂,毕竟有三种药她要参与分红的,安排个人看看也很正常。 另外嘛,随着慈心药堂的重要性提升,成主府都会主意,不可能让谁来拆了这。 这里啊,安全,林涵带着幻雪来到了药堂,说明来意之后,莫国豪自然是欣然答应下来,她会好好照看幻雪的。 在这里待了两天,林涵自然会遇到忠阳臂,看忠阳臂那表情,泽泽,真是把她当成了仇人。 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林涵购买好了材料,打算尽快将那幻雪镜杀阵给弄出来。 可一时半会也急不来,就在玄清齐中整吧。 将杂七杂八的事情处理完,三天时间也过去了,林涵便带上一个大包裹,向着玄清齐营地进发。 他十分感慨,要是有一个空间法器该有多好,现在的他,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刚刚做了案的小偷啊。 进了玄清齐营地,林涵受到了热烈欢迎,打败拓跋天荒,赢得比武大赛第一名,牛。 好不容易,林涵才挤出了人群,在行里放下,这大包裹中有很多是衣物。 林涵继续研习中阶阵文,这阵文真是一种难搞的东西,学了之后会自行从脑海里消退,可在绘制的时候,却又需要将几个甚至十几个阵文进行组合,这无疑让难度提升了许多倍。 而且,终极阵机还没有这么简单,不但对阵机材料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墨水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墨水,不行,至少需要用到换血镜的血液,而且有些阵机还有对品种的特殊要求,如药布含冰型的阵法,就需要用到冰廊,含蟒这种妖兽的血液,布置赤炎阵法则需要用到火焰兽等妖兽的血液。 林涵要布置的这个杀阵倒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只要是换血镜的血就行,真要说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越新鲜越好。 不过,我现在好像什么都缺,林涵叹了口气,终极阵法需要用到的阵机异常珍贵,关键是还买不到,连有老头那里都没有存货,只能去阵道协法岛。 可他又不是阵道协会的,又怎么好意思呢? 算了,传道桥头自然指,他先熟悉正文,钻研丹道吧,这个只要有了药材就能炼制,似乎要简单多了。 没等林涵开始美滋滋地闭关,他就被连雪荣叫了过去,不只是他,还有第七小队的所有成员。 给你们一个任务,连雪荣正荣说道,保证完成,堂还等九人立刻用大嗓门吼道,林涵刺了下牙,需要这么大声吗? 他也跟着道,保证完成,非常的不合拍,连雪荣点点头,据传,牵连山中出了一头妖兽,应该是十二脉的,时常出山危害四周的阵明,你们去找到他,将之消灭。 保证完成任务,堂还九人又大声叫道,靠,林涵叹了口气,保证完成任务,还是很不合拍,去吧,连雪荣挥挥手。 林涵十人出了连雪荣的房间,一个个都是表情轻松。 原本要杀掉一头十二脉的妖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甚至可能出现伤亡。 唐海笑道,不过,这次有了林涵的加入,就是小意思了。 众人都是笑,林涵的战力远远超过了十二脉,就是他们九个人一起上,估计也不是林涵的对手。 是啊,要是林涵可以早点来的话,辱副队长也不会死了。 张红朗十分感慨地说道,他们原来的副队长就是在一次轻脚妖兽的行动中不幸遇难的。 众人的情绪顿时都低落下来,对于他们来说,战友之情可能不比父母亲情、男女爱情来得不弱。 好了,不说这种伤胆的事情,收拾一下行装,我们半个小时之后出发。 唐海挥了挥手,赤,队长,众人喜呼,林涵半张着嘴,靠,又不合拍了。 半个小时之后,十人都是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出发。 唐海带队,九人跟着,林涵则是殿后,因为他是副队长。 他们的目标是牵连山,离虎巨城并不近,按他们的角程,正常赶路的话需要十天。 其实,如果他们去的地方不是牵连山的话,那搭乘直升机飞过去只需要一两天的功夫。 可自从天地聚变后,许多大山都是发生了莫名的变化,飞行器根本不能靠近,不然就会突然失去动力,从天上砸下来。 从几百米的高度摔下来,保证通脉进每一块骨头都会粉碎。 所以,如果要飞过去的话,便需要一路绕着山走,这样算起来花的时间便不会少上许多。 那就干脆别这么麻烦了,直接用两条腿吧,就当是锻炼了。 当然了,如果出动连雪绒的那种空间,那又不一样了,丝毫不会受到干扰,可以飞得四平八稳。 可只是去剿灭一头十二脉的妖兽,需要出动空间吗? 一路西行,穿过了大山、大河,天地一变后,河流的变化最为明显,原本几十丈宽的河都能变成数里宽,甚至出现了几百里宽的超级大河,也不知道达哪来那么多的水,居然都没有干涸。 这是玄北国境内,当今圣上无比英明,任用贤臣,技法分明,百姓生活安康,因此绝没有人被逼为扣,干起了没本钱的买卖,当然也有些人天生残忍,不用逼自己就走上了那条路。 所以,玄清旗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些强盗,另外则是剿灭妖兽。 一路很太平地就来到了千连山,临寒眺望,千连山的名字还真是十分应景,一座座山峰矗立,犹如一朵朵绽放的莲花。 只是,这个地方也太大了吧,第3203章追踪,千连山真的很大,山峰已千计,想要靠十个人把整个区域搜索一遍需要多久。 而且了,就算知道那头妖兽在哪一峰,可他只要找个隐蔽的地方一躲,想要找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零寒一行人当然不会没有脑子到直接去搜山,他们打算先前往附近的村庄或是小镇,了解一下情况。 因为他们连这头妖兽长啥模样都还不清楚,这怎么找。 环绕着千连山有许多村庄和镇子,因为千连山盛产药材,与采药人来说,这是一处宝地,同样花时间找药,这里的收获愣是要比在别处高出好几倍。 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许多中转型,交易型的镇子,工采药人,商人休息交易。 零寒一行人来到了一个叫三明镇的地方,一看就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磨难,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一片废墟。 这是被妖兽蹂躏过吗?城中死了不少人,而且还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可以闻到强烈的血腥味,也可以看到在废墟之中,有许多人正在清理着断墙碎瓦。 从里面抬出死亡的亲人。 唐海等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眼睛都是红了,他们都是小老百姓出生,家里可能也是在某个小镇小村,集聚有共鸣。 那杀千刀的处上,柳金咬牙说道,额头上青筋直跳,我要去杀了他,张红朗拔刀,杀,杀,杀,其他人也纷纷拔出兵器,唐海按了按手,道,不要冲动,先去问问情况。 他们去打听情况,结果就是那头妖兽肆虐,残害无辜。 据镇民门的描述,那头妖兽形如虎,长度很惊人,达到了三丈左右,但不同的是,身上无毛,布满了像是根须般的东西,在黑暗的地方还会发光。 就在昨天晚上,这头妖兽趁夜来袭,对小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房屋倒塌,死人无数。 这里的房屋虽然很牢固,可哪又经得起十二脉高达十万斤的力量轰击? 一只妖兽而已,就让这里生灵土炭,一个晚上多点,那头妖兽应该就在附近。 我们追,可到处是山是石,怎么追,唐海等人十分愤怒,却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到那头该死的畜生。 我可能有办法,林涵突然说道,副队长,你有什么办法,众人都是看了过来,自从林涵打败拓拔天荒之后,他们便对林涵有了一种莫名的信任。 林涵取出一只玉盒,起来试试,他打开玉盒,里面是一只玉色的蝉橱。 这是从李长丹那里的来的,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林涵也终于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难怪当初李长丹他们总能追在他的屁股后面。 玉色蝉橱感应了一下,向着一个方向呱呱叫了两声。 那,林涵指着那个方向道,众人都是嘖嘖称习,这也太有意思了,一只蝉橱居然还知道追踪目标。 咦,他整天关在盒子里,不会饿死的吗? 众人上路出发,出了小镇之后,每行一段路,林涵就会取出玉色蝉橱进行位置的校准,但到了中午之后,这方向就没有再变化过。 许是那头妖兽跑累了,在哪个地方休息下来了? 小队急行,每个人都是充满了愤怒,这样穷凶极恶的畜生必须立刻解决。 三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峡谷的入口处,从玉色蝉橱的指引来看,那头妖兽应该就在里面。 他们刚想进去,林涵却是将手一摆,道,有情况。 立刻,唐海九人纷纷做出了警戒姿态。 还挺谨慎的,一个声音突然传了出来,谁? 唐海大声道,一名中年男子从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走了出来,他身材中等,头发则是扎成了一百多条小辫子。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因为每根小辫子上居然还扎着一只小铃铛。 这就好玩了,他走一步,叮铃铃,满头的铃铛就发出一连串的脆响。 我等乃是玄北国虎巨城玄青旗旗下第七小队,奉命铲除妖兽。 唐海先抱上自己一行人的身份,然后大喝道,你是谁,抱上明来。 原来都惊动虎巨城了,这个辫子难难难道,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头, 你们可以叫我辫子先生。 噗,不是辫子姑娘吗?又一名声音响起,只见在辫子南边上的大石头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红衣如血的女子,她的模样只能算是一般, 偏偏还浓妆艳抹,一张血盆大口抹得鲜红,跟个猴子屁股似的。 她还不自觉,在一边搔手弄撕,扭捏作态。 死八婆,你给滚远点,辫子难大吼道,吼什么吼,我怕你不成。 红衣女双手插腰,明明没有什么腰身,却非要做出一副她很苗条的模样来。 众人都是有种作偶的感觉,这女人也太会搅柔造作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唐海大声问道,不用管我们是谁,你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 辫子难转过头来,这里乃是境地,你们不得入内。 笑话,普天之下,皆是选北国之境,唐海冷笑,我等代表的乃是朝廷,肃清天下,有什么地方不可敬。 辫子姑娘,你废话太多了,杀了他们就是。 红衣女叫嚣道,每天窝在山里多无聊,难得有人过来陪陪我们,自然要多玩一会。 辫子难舔了舔舌头,露出嗜血之光,红衣女扭了扭肥大的屁股,这不还有我陪你麻。 只要你说一声,人家可是什么都愿意的,扑,辫子难顿时作呕吐撞,你不要恶心我好不好。 信不信我先宰了你,别说是他了,就是灵寒他们也是恶心的想吐。 可就在这时,羞羞羞,几十只母舰突然从树从中飞射出来,向着灵寒时人落去。 这些母舰的速度太快了,只是一闪,就已经来到了灵寒等人身前,而且,几乎是正面180度的方位都有母舰袭来,无比的密集,挤无死角。 退,唐海大吼一声,第3204章三个怪人,谁能想到,辫子难和红衣女看似内讧,却只是在麻痹灵寒他们,等他们露出不耐烦之色,或是注意力稍稍有些松懈,攻击就突然而至。 这很突然,唐海虽然吼了一声,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第一时间做出后退的举动。 灵寒踏前一步,凝拳轰出,恐怖的力量打出,尽力外放之下,脊弱实质。 啪啪啪啪,射来的努剑在他的一剑之下纷纷断折,落了一地。 绝对的力量碾压之下,什么都是虚妄的,厉害,辫子难难难道,还挺帅的,红衣女双手无脸,做出了娇羞状, 居然一个都没死,树林里传出第三个人的声音,靠,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再来,修修修,又是一波弩箭射了过来,这回众人都有了准备,纷纷扬动手中的兵器招架上去。 叮叮叮,他们将这些弩箭斩落,只觉手臂都是微微发麻。 这弩箭上面附带的力量非常惊人,但正是如此,他们更加震惊了, 灵涵的力量的有多么强大,才能一拳就把第一波的弩箭全部轰灭。 你们这些家伙,怎么不死一个,一个无短身材的男人从树从里冲了出来,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如同鸡窝。 他勿视着灵涵时人,我王百胜两次出手,居然连一滴血都没有见到, 岂不是堕了我的威名。 唐海等都是军人,有严格的纪律,只能对犯罪之人出手, 因此,之前的辫子男,红衣女虽然出言不逊,可他们却都是忍了下来。 但现在不同,有人向他们出手,甚至目的是杀死他们, 这等于是向选北国挑衅。 绝不能容忍,按帝国律力,杀,唐海剑指王百胜,杀,柳京等人同样以武器指向王百胜, 纷纷喝道。 他们立刻杀了过去,灵涵没有动,王百胜也只是十二脉, 唐海诸人足以应对,他只要看着辫子男和红衣女就行了。 死矮子,你就不能把机关弄得厉害一点,辫子男叫道,时间太短,来不及, 王百胜一边挥刀与唐海等人激战,一边则是叫道。 他人矮,可刀确实比人还要长,显得非常不伦不类。 但是,当他挥舞起刀身后,一股进风呼啸,刀是浑厚无比,显示出他的力量极其蛮横。 叮叮叮叮,兵器击撞的声音不绝于耳,这里每个人都是酒脉以上,尽力皆可外放, 因此,战斗不仅仅是兵器的碰撞,一拳一掌一脚都是不可忽视,有尽力打出。 王百胜的个人战力很超卓,比之唐海要强出一大截,估计一个打两个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可第七小队一共涌上去了九个人,这联手之力肯定超过两个唐海。 因此,没过几招,王百胜就落在了下风。 死矮子,要不要帮忙? 同一女笑道,呸,老子才不要你帮,你又想骗老子上床。 王百胜呸了一下,然后扯着喉咙道,垫子,快来助我。 靠,还以为他有多么的英勇不屈呢? 垫子男嘿嘿一笑,好,不玩了,免得夜长梦多。 他大步向着战团走去,叮铃铃,铃儿响叮当。 哼,一道恐怖的尽力在他面前划过,让他不得不止住了脚步。 垫子男压然向着林涵看去,刚才正是林涵出手,阻止了他的行径。 你们两个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带着,林涵说道,小帅哥,我可以陪你玩。 红衣女跳了过来,扭摆着肥大的屁股,让人恶心地想要呕吐。 林涵本来只想正常,由唐海他们来一一搞定这三人,可被红衣女这么一恶心, 确实再也忍不住了,他向前途径,然后就是一拳。 砰,明明还隔了三丈距离,可红衣女却是脸色大变,体内发出卡卡卡的脆响, 整个人也横飞了出去。 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后,他重重地落到了地上,整个人居然都是扁了,鲜血渗出,染红了身下的小草。 来年一定会长得很肥,死八婆,死八婆,垫子男教道,可回答他的,只有化成一团扩散的越来越大的血字。 撕,死八婆居然被一拳打死了,垫子男心中狂跳,他们虽然只有三人,但并不畏惧灵寒的人多。 因为他们三个不但都是十二脉,而且要比普通的十二脉强出一大截,而悬清奇的队员呢。 他们清楚得很,小队也就一名正队长才是十二脉,其他人便只是十一脉十脉了。 所以,他们三个便能轻松镇压,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的残酷,一拳啊,一拳就秒杀了,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让他只是一想,就有冷汗从额头上逼下来。 赶紧跑路,否则就是在找死。 林寒维为一笑,劝你一句,不想立刻死的话,千万不要跑。 垫子男干笑一下,只好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面前这个年轻男人给他的压力太可怕了,他感觉,如果自己真的开溜的话,绝对逃不过被秒杀的下场。 自己明明也是十二脉啊,说吧,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林寒问道,垫子男将眼珠子转得飞快,过了一会,才小心翼翼地道,我能不能不说? 不行,林寒摇了摇头,不说会怎么样? 他又问,应该,可能,也许跟他差不多吧。 林寒指了纸地上的红衣女,垫子男想了想,叹了口气,道,那我还是选择。 咻,他猛地杀了出来,一仰手,就是一张纸飞了出来,然后立刻有黑色的光芒大作,化成了一头黑色猎豹,向着林寒急扑而去。 这速度好快,只是一闪就来到了林寒跟前。 林寒却是毫不放在心上,这伏兵的威力也就十二脉,不堪一击。 他知道,垫子男的真正目的是想溜,真是痴心妄想了,他一拳轰出,砰,这头黑色猎豹立刻被他震得粉碎,连带着那张符纸也是一分为二,迅速暗淡下来。 李压妖怪啊,垫子男在心中叫道,他知道林寒可怕,但也不至于强大到这般地步吧。 他连忙夹紧跑,可只觉胸口一痛,一口血就喷了出来,然后扑倒在地,陷入了永远的黑暗之中。 第3205张诗星风,不小心用力了一些,打死了,林寒抓抓头,不过无妨,还有一个活口。 他向着小矮子王百胜看去,却是不由将嘴张大了一些,因为他刚刚好看到王百胜被唐海他们乱认砍死了。 靠,居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怎么审问呢?副队长就是厉害,张红朗赞道,我们九个人才打死一个,副队长却已经解决两个了。 副队长牛,副队长赞,众人纷纷拍马,但这也是大实话,林寒叹了口气,人都被你们杀死了,找谁拷问去? 啊,众人都是苦着脸,光顾着打得兴奋,都忘了要留活口。 副队长那边还有两个力,我们想这个杀了也没事。 谁想到副队长解决得这么快了,总而言之,三个人全部挂了,一个活口都没留。 找找他们身上的东西,有没有线索? 唐海说道,他们找了下,却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是没有发现。 古怪,他们和妖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阻止我们进去? 难不成,这头妖兽还是他们养的?不可能吧,一来没有人会这么丧心病狂, 二来,他们也只是十二脉,应该不至于可以养十二脉的妖兽。 算了,我们先去解决那头妖兽吧。 众人都是点头,这是他们此次行动的目标,至于这三人的身份, 嗯,以后再慢慢调查。 他们不敢大意,展开了进攻阵型,然后进入了峡谷。 这个峡谷很幽静,虽然大树成片,杂草丛生,却诡异的没有虫鸣, 没有鸟叫,没有兽鸣,仿佛进入了一个虚假的世界。 诡异,小心,池人都是轻声说道,向着队友提醒,峡谷还是很大的, 而且因为树木太多,即这档视线,只能看到差不多三十丈远的地方, 但只要看看一路东倒西歪的树,生生开批出来的一条路, 就可以知道,这曾经被一头庞然大物碾压过。 那头妖兽,他们不断递前进,走了没多久,前方出现了一座湖泊。 这湖很大,但因为没有山风吹拂,也没有鱼而水中游,如同一面明镜。 他们看了一眼,便纷纷收回了目光,继续跟着那碾压的痕迹走。 可大家都已经转了个弯,张红朗却依然在向着前方走。 唐海等人还以为他要去洗手,又或是想喝点水,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这家伙有点不遵记录,居然擅自脱队。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了,张红朗走到湖边后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还在往前走,两只脚都已经踩进了水里却仍是不知道停下来, 然后,水没过了他的膝盖,再到小腹。 这家伙干嘛咧,难道想在这里游个泳吗? 张红朗,唐海立刻叫道,可张红朗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一步一步,继续向前,他没有浮起来,而是任水没过了他的胸口, 还在继续向上漫。 怎么回事,唐海等人连忙冲了出去,纷纷跳进了水时, 将张红朗给硬生生扯了回来。 诡异的是,明明被众人拉着,张红朗还是做出了双腿向前脉的动作, 张红朗,张红朗,小张,众人都是叫道,可张红朗却只若未闻, 两只脚走个不停,甚至还会用手在前方拨动,有时候矮下头之泪。 这样子,就像他在密林中穿梭一样,鬼迷心窍了,打醒他, 唐海说道,啪啪啪,他们抽着张红朗的脸, 可张红朗却是毫无反应,保持着原来的动作。 这小子怎么突然得了失心疯,众人都是不解, 林涵也觉得奇怪,怎么会有突然这么发病的情况。 突然,张红朗露出了强烈的恐惧之色, 猛逼一拳就向着前方挥去。 张红朗,你干什么,柳金连忙躲, 他虽然是十一脉,可要被十脉轰上一拳的话, 那也会遭到重创。 张红朗如同发了疯的,他拔出了剑,疯狂出手。 他这么疯狂,众人都是不好阻止, 生怕会伤着他,因此见他袭来, 漠布纷纷后退。 张红朗还用上了力量叠加, 一时之间无比霸猛, 可在这样的消耗之下, 他的力量也很快用尽, 不过,二十分钟,他就瘫倒在了地上。 队长,你们都还活着, 他突然说道,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当然都是活得好好的, 反倒是这个小子,突然得了失心疯。 太好了,大家都还活着, 张红朗无比激动, 一把抱住了柳金, 眼泪都是流了出来。 这小子,病得不轻啊, 你都看到了什么? 林涵问道, 我们刚才遇到那头妖兽, 结果队长你们都被吃掉了, 我拼死一战, 差点就要挂了的时候, 怎么就在这了? 张红朗困惑不解, 这当然是虚幻的, 问题是,张红朗是在白日做梦吗? 难怪他刚才那么紧张, 好像拼死相搏, 原来以为自己在和妖兽激战。 心跳是快了点, 但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居永斯说道, 他不但是战士, 还兼队内的医疗兵。 这突然陷进梦境, 有如此古怪的症状吗? 唐海问, 我也不清楚, 居永斯摇摇头, 他也只会简单地处理一下伤口, 接驳断骨。 哼,就在这时, 柳金冷不叮地出手, 一剑肖像居永斯的颈部。 这一剑, 谁也没有料到, 要知道, 他们虽然不是一性, 却比一家人还要轻, 因为是彼此信任的战友, 可以将后辈托付的。 现在, 柳金竟突然向同伴下了杀手, 这怎么能够想到, 眼看就要造成悲剧, 一只拳头却是突然打了过来, 哼, 柳金的剑顿时被击飞。 柳金, 你发什么, 唐海叫道, 但疯子还没有出口, 他却戛然而止, 因为柳金也如同之前的张洪朗, 好像得了失心疯似的, 满脸都是猙獰。 怎么办, 众人都是纷纷退, 张洪朗因为逆力耗尽, 是被唐海拎在了手中。 这要置住一个发狂的人, 远比杀死难得多。 不对劲, 这绝非是失心疯之类, 而是遭到了攻击。 中了某种毒, 影响了神智妈, 第3206章自相残杀, 要说一个人得了失心疯, 那还可以理解。 可两个人都有失心疯, 而且还在一个地方, 一个街一个地发作, 这就让人无法相信了。 这里有什么东西影响, 控制了张洪朗和柳金, 可能是某种植物散发出来的气体, 也可能是那头妖兽, 所以这里才会这么安静, 没有一只虫、 鸟、兽。 可恶, 竟让我们自相残杀, 与丽人咬牙道, 却是只能拉开距离, 不与柳金硬扛, 否则说不定就会有人受伤。 沉默狗东西, 快快现身, 有种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据永思教道, 可只有柳金将手中的刀使得虎虎生风, 并没有一头大妖兽跳出来。 林涵出手, 强横的力量震开了柳金的刀锋, 然后他一记掌刀切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将柳金打晕了过去。 这下, 柳金彻底安分了, 然而这并非结束, 唐海突然露出了猙獰之色, 猛地将手中的张红朗一把抛起, 然后横刀斩了过去。 这, 林涵连忙出手, 但距离实在太远, 他又哪里来得及? 别说张红朗现在力量已经用尽, 就算没有, 在完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 他又怎么可能是唐海的对手? 他也挡不了, 队长, 众人都是惊呼,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队友被自己人杀死吗? 林涵知道权力已是不及, 他扬动精神力, 想要打偏唐海手中的刀, 但是, 他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 他的精神力虽然迈进了终极, 可最多就是斑齐几本书的力量而已, 怎么可能影响一个十二脉? 对了, 林涵将念力化成一把刀, 向着唐海的誓海冲去。 他相信, 无论是张红朗, 柳金又或是唐海, 都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影响了神志。 既然这是精神层面的, 那说不定它也可以影响唐海。 哼, 精神的冲击没有距离, 没有时间, 林涵一个念头扬动, 精神力已是刺入了唐海的誓海, 但一股阴森, 混乱却无比强大的意志 却是立刻向着林涵冲击而去。 林涵闷横一声, 念力如潮水般退了回来。 刷, 一刀斩下, 鲜血飞溅, 酿出惨剧了, 众人都是有些不忍看, 他们一点也不想看到战友被杀死的惨剧, 但他们还是逼着自己睁大了眼睛。 张红朗, 没死, 唐海这一刀斩得偏了, 没有斩在张红朗的脖子上, 但还是将张红朗的左臂旗肩斩了下来。 啊, 张红朗痛得惨叫, 林涵横了一声, 这下他自然可以断定, 是有一个强大的存在控制了唐海, 让他经历了一场噩梦。 在这样的噩梦中, 也许唐海正是为了保护队友而在艰苦战斗。 可恶, 他在轰一拳, 唐海断石被他砸趴了下来。 嘎嘎嘎, 居永斯发出了怪叫, 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 将剑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没想到居然碰到一个同样修炼了精神力的人。 这绝非居永斯在说话, 而是有人控制了他的身体, 发出了声音。 我现在自杀, 你这只得了吗? 林涵刚想出手, 居永斯却已经横到一抹, 扑, 一抹雪花飞溅, 他已是身体一软, 扑倒在了地上。 小居, 剩下的人都是怒吼, 双眼中都要喷火来了。 他们想要杀人, 可敌人连面都没有线就已经让他们伤的伤, 亡的亡,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林涵眉头一皱, 身形月初, 砰砰砰, 他几拳轰出, 将还清醒的人都是打晕了过去。 你还能控制人吗? 轰, 顿时, 一股无比强大的念力冲向林涵, 想要涌进他的世海, 占据他的意识。 可就在这时, 林涵胸口却是散发出了紫色的光芒。 顿时, 这股念力仿佛碰到了火焰似的, 一下子就缩了回去。 林涵不用低头看就知道, 这是那件吊坠在发威。 说起来李长丹的运气真的不错, 得到了吊坠和玉色蝉除两种件宝物。 我来找你了, 林涵淡淡说道, 却是说不出的坚定, 他迈出双腿, 循着一路的痕迹追去。 不多时, 碾压的痕迹就到头了, 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头类似老虎一般的古怪妖兽, 浑身无毛, 却是长着一根根半尺长, 猴子粗的触须。 现在, 这些触须还在明灭不定, 古怪, 这是什么品种的妖兽? 受死, 林涵冲了过去, 嗡, 又是一股念力冲击打来, 可还没有触及林涵, 他胸口的吊坠再次发威, 紫光只是一阵, 就将这股念力弹了回去。 林涵杀到, 那头妖兽连忙挥舞起爪子, 向着林涵扫去。 这头妖兽的眼神中竟有一种不屑, 这是只有智慧生物才能展现出来的。 砰, 一人一兽对轰, 发出了闷响, 林涵和妖兽同时身形一阵, 砰砰砰, 四周的树木则是倒了一大片。 那头妖兽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震惊之色, 从一头兽的脸上看到, 真是古怪之极。 他之前充满了信念, 这个人类以为找到了自己, 就能杀死自己吗? 错了, 他不但精神力超着, 肉身之力同样不弱, 达到了幻血镜。 这个小子身上有宝物可以抵御他的精神控制, 但是, 当这个人类发现跑过来只是送死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一定会非常精彩。 他十分期待, 但万万没有料到, 被震惊的却是他。 一个十二脉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不合理啊, 而这一集之后, 灵涵信心大增, 这头妖兽的精神力无比可怕, 可以控制别人的身体, 连开口说话这种逆天的事情都能做到。 但是, 但是, 他的肉身并不是十分强大, 不过换血一遍出奇, 二十万斤的力量撑天了。 好, 干掉他, 灵涵长啸一声, 双拳连辉, 向着那头妖兽轰去。 砰砰砰, 他的尽力外放可达三丈, 这比任何兵器都要长, 一道道权硬超过了音速, 几乎是以权平的方式轰击。 在那头妖兽眼里, 真的满瓶都是灵涵的权硬, 向着他轰击而去。 他露出了一丝慌乱之色, 他的长处是精神控制, 哪怕境界比他稍微高上那么一丁点, 也有极大的可能被他控制了心灵, 沦为他的玩物,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可万万没有想到, 灵涵身上有件宝物, 居然可以挡下他的精神控制, 而且, 他妖兽的, 这小子明明是十二脉, 力量确实堪比换血一变。 妖兽了, 第3207张血色水晶, 灵涵爆轰, 他十分愤怒, 这头妖兽居然敢当着他的面杀人, 而且还是以一种戏耍的方式。 砰砰砰, 他展开妖猴拳, 甚至还运转了猴歌功法, 将力量重叠的数量推到了20中。 这就太可怕了, 这一拳下去, 就相当于20个灵涵在同时出手。 这头妖兽虽然非凡, 但强大之处却是在精神方面, 肉体的战斗力真是不怎么样, 在换血镜中只能排在最底层。 因此, 灵涵一旦全力发威, 他真的挡不住, 只是十几拳而已, 他就被生生打爆, 虽然他屡屡发动精神攻击, 想要控制灵涵, 但皆被那紫色罪事给挡了下来。 其实, 这头妖兽输得非常晕, 如果灵涵没有这件罪事, 哪怕他的精神力达至终极, 可以不被控制, 但必然要被影响, 那战力便会大打折扣。 甚至, 他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不借助人类的身体, 他是无法说话的。 终于解决了, 灵涵松了口气, 虽然有紫色罪事在保护他, 但谁知道这件宝物可以运转多久, 有没有时间限制, 次数限制。 情报大大地有误, 这哪是什么十二脉妖兽, 而是换血镜的, 甚至擅长精神控制, 就算真来几个换血镜强者, 结果也可能是被控制了自相残杀。 也许, 他才刚刚进击, 因为他的肉体站立真是很渣。 咦, 妖兽的身体被灵涵声声轰爆, 因此, 不断地有血水流出来, 偶尔还有诸如心脏之类的器官, 可灵涵在心脏之上确实发现了一块水晶般的东西。 不大, 就指甲片而已, 通体赤红色, 与血液同色, 若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就忽略了。 灵涵弯腰将之取了出来, 好奇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被这只妖兽不小心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不对, 就算他不挑食, 也不至于将东西吃到心脏上去吧。 这可不是因为身体被打爆了, 才与心脏混到一起的, 而是很像半生的。 那就是说, 妖兽长出了这个玩意, 等等, 之前峡谷外的三人明显不想让他们进骨, 而无论怎么看, 这三人的用意也不是阻止他们进去被杀, 而只是想要杀人灭口。 会跟这东西有关吗? 灵涵很会联想, 毕竟在原世界中打拼了那么多年。 也许, 这是一件宝贝, 这些人的用意, 是放养这头妖兽, 让他变得强大, 从而滋养这东西。 有可能, 那么, 这背后的势力, 不得了。 虽然辫子男三人在灵涵面前不堪一击, 可是时尚战力非常强大, 连唐海这种玄清奇的精英都非对手, 绝不是随便哪个势力就能培养出来的。 而且, 辫子男宁可赌命逃生, 也不愿意说出幕后的主使者, 可见这个势力一下又是何等严厉。 似乎, 触摸到了可怕的一脚啊, 灵涵摸了摸下巴, 便展颜一笑, 反正已经干了, 想这么多干嘛。 他扯着妖兽一条腿往回走, 以他这么强大的力量, 拖着一头巨大的妖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很快就来到了唐海他们唐岛的地方。 八个人没有一个醒过来, 灵涵看了看少了一条胳膊的张红朗, 又看了眼血迹都要干涸的居永思, 叹了口气。 虽然相处的时日不多, 但灵涵的护短属性已是处发, 对有死残在他面前, 让他的心情非常阴沉。 他将众人一一唤醒, 小居,居哥, 每个人一醒过来, 都是猛地直起上身, 嘴里则是叫喊着, 转头寻找着居永思的下落。 但他们看到的, 只是一具冰冷冷的尸体, 啊, 他们都是怒吼, 连断了手臂的张红朗也没有为自己伤心, 难过, 脸上轻惊直跳。 灵涵叹了口气, 道, 妖兽已经被我杀了, 这是一头会精神控制的妖兽, 就是他不断地影响大家, 还让居永思自尽了。 该死的, 众人看着已经死掉的妖兽, 恨不得再将他杀死一次。 难怪灵涵要将他们打晕, 否则他们又不能抵抗妖兽的控制, 一个个都可能自吻。 灵涵没有将那血色水晶的事情说出来, 这头妖兽本来就是他轰杀的, 自然他可以获得任意的战利品, 而且, 他觉得这东西可能关系甚大。 收拾一下, 回城, 唐海恢复了一名战士应有的冷静, 竟起了队长的职责。 他们回归, 出了山之后, 他们租了一辆车, 因为要将居永思的尸体带回去, 没有车的话非常不方便, 而且还有那头妖兽的尸体。 天地聚变后, 大山大河都发生了莫名的变化, 除了变大变宽变深之外, 影响最大的则是阻断了通信。 别看虎剧城有跨城域的网记平台, 但那是靠地下铺设的光缆, 无线电波的话会被大山大河完全隔断。 这样的网络非常不稳定, 因为随便时候发生一场大地震, 光缆就断了。 天地聚变后, 地震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退一步说, 只要舞者邀兽发生大战, 那光缆也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所以, 唐海他们无法将消息第一时间传回去, 只能等他们返回玄清席。 11天后, 他们返回了虎剧城, 当唐海他们抬着G永司的尸体进入营地时, 整个军营都是变得安静无比。 好久之后, 才有狼豪般的哀伤响起。 玄清席都是一家人, 死去的G永司不只是他们的战友, 还是他们的兄弟。 连雪荣立刻召见了第七小队, 这个任务有了林涵的加入, 本应该是顺风顺水的, 怎么会一死一残地归来呢? 唐海是队长, 以他的叙述为主, 林涵则是补充, 说到与那头妖兽战斗的细节, 那自然是由林涵来解说了。 听完之后, 连雪荣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杀气引动。 光是一头妖兽的话, 那他认了, 战时的宿命就是为国捐躯, 可目前的情况显然有, 别的势力参与了。 居永思的死和张红朗的残, 都要算在这个势力的头上。 我会立刻向城主大人惠禀, 这个仇, 每个人都要记在心里。 他沉声道, 是, 唐海等人都是大声叫道, 这样的邪海深仇, 他们想忘也忘不掉, 第3208章图城计划, 林涵去慈心药堂看了一下, 小侍女当然十分开心, 这下可是有二十多天没有看到少爷里。 他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精进速度, 据林震改进版秘利丸, 探卖单无限量地供应, 就这么二十多天而已, 他就从八卖挺进了九卖。 只差一丁点, 他也要成为尽力外放的高手了。 秘利丸每天都在卖, 探卖单还是每七天拍卖一次, 已经揽入了惊人的财富, 而在过五天, 祝岩单也要开始上架出售了。 莫国豪设定了一个天价, 但相信销量却会达到一个恐怖的数字, 只可惜, 产量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单方太过重要, 莫国豪也只是传给了最看重的弟子中阳币, 就师徒两个人练丹, 其实加一棋也达不到林涵十分之一的效率。 要知道, 林涵可是能够同时练制好几炉丹药的, 又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林涵倒是没有强求, 反正他不需要出手, 坐着收钱就不要太计较了。 第七小队带回来的那头妖兽被带去了城主府, 这种擅长精神控制的妖兽几乎没有听闻过, 况且还可能是谁人在饲养, 自然让疯子圣都是惊动了。 林涵也拿出那块血色水晶仔细研究, 他相信, 这关系极大。 某楚, 大人, 出了点小纰漏, 一名黑衣人跪在地上, 他身前则是站着一个浑身笼罩在血色光芒中的男子, 看不清面容, 只能看到急腰的黑发, 有一种让人窒息的可怕气势。 嗯, 却光笼罩中的男子正在品酒, 文言唯唯一顿, 什么纰漏。 第39号实验体被人击杀, 黑衣人说道, 并不敢起身, 无论多少次, 在这位袁大人面前, 他都会从心底升起无比的敬畏和恐惧, 怎么也压不下去。 没有将实验体夺回来吗? 却光笼罩中的男子淡淡说道, 没有丝毫的失态。 没有, 三名守护者皆是湛王, 实验体被送去了虎巨城。 黑衣人肃然说道, 虎巨城, 却光笼罩中的男子点点头, 确实, 实验基地与那里并不远。 大人, 万一让他们发现点什么? 黑衣人欲言又止, 他心中清楚地知道, 自己所干的事情有多么的不容于事, 一旦曝光, 谁也救不了他。 甚至, 他这位地位无比崇高的主上也只有人头落地的份。 这样啊, 却光笼罩中的男子沉吟了一下, 那就将所有实验体全部放出去, 引发一场兽潮, 将虎巨城停了吧。 斯, 黑衣人导抽一口凉气, 发动兽潮平调虎巨城。 这可不是简单地说上一句话的事情, 而是牵涉到无数的结果。 大人, 平调虎巨城虽然不算难事, 但一个大成被灭, 圣上也必然会动雷霆之怒。 他产生说道, 当今圣上, 功德在世, 人人轻浮, 而更可怕的则是这位圣上的实力, 绝顶无双, 无人可敌。 更何况了, 皇朝之中还有四帅, 哪一个没有万人莫敌之勇, 有平定天下之谋。 真的, 事情一旦追究起来, 这是谁都要掉脑袋的事情。 无妨, 圣上正在冲击天人界线, 最近一段时间是不可能分心的, 而只要过上几天, 谁又能分辨出来, 这受潮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为人所驱使。 却光笼罩中的男子淡淡笑道, 显得无比从容。 他又品了一口酒, 道, 虎聚承夺我一块血神经, 我就让他们十倍, 百倍以孩, 正好, 我的天意归原功也可小成, 倒是一箭双雕。 黑衣人瑟瑟不敢说话, 这位大人为了修炼, 不惜让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 手段太过毒辣了。 但他确实连表露都不敢, 否则的话, 他肯定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 是, 属下立刻就去准备, 他只有公升答应的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却光笼罩中的男子问道, 两到三个月, 黑衣人回答道, 尽快, 是, 还有, 虽然只是一块血神经, 但也不能浪费了, 你去将有关人员全部抓起来, 逼问出那块血神经的下落, 并要拿回来。 是, 花了两天时间, 灵涵摸清了这块血色金石的作用。 以念力去引动, 血色金石会同样释放出精神力, 与它同步, 从而提升它的精神力强度。 这相当于将它的精神力提升了一截。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用途, 比如入药, 又或者是配合某种特殊的功法, 真正地提升它的精神力呢? 得到的资料太少, 无法推救, 灵涵将血色金石先收了起来, 这个以后再说。 又是三天后, 胡聚成的贵妇大小姐迎来了一个无比重大的日子。 祝言丹开寿了, 文一开, 慈心药堂就差点被这些女人挤破了。 要知道, 女性在修炼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能够真正踏上五道的少的可怜, 因此, 今天一大早围在这里的人, 至少有九成连一脉都没有达到。 可她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却是如此可怕, 只能说, 女人对于衰老有着一种超越死亡的恐惧, 才会爆发出这样的潜力。 第一其供六十枚助言丹在不到十分钟内一扫而空, 丹科售价十万选北币, 不带一点还价的, 可销售速度却是如此的可怕。 这让城中其他药店不知道多么嫉妒, 可有什么办法, 自己琢磨不出改进百密立丸, 探卖单, 完善不了助言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赚大钱。 林涵趁着闲暇的时候, 用三天时间就练出了六十多颗助言丹, 相比于莫国豪中阳币师徒一个月才六十颗的产量, 真是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他自己练的丹, 当然不可能只拿三成, 莫国豪也跟他约定好了, 现在林涵在慈心药堂出售的丹药是不收记卖费的, 卖多少就给林涵多少。 因此, 这六十颗助言丹就是六百万的超高收入。 赚钱好容易啊, 林涵感叹道, 这要让别人知道了, 肯定会想用豆腐砸死他。 赚钱容易各批啊, 就像玄清奇的战士, 拿生命在冒险, 一个月也就三千玄北壁而已。 谁让林涵是单道帝王呢? 要是连他都觉得赚钱困难, 还有谁能够赚得到钱? 等分城送来, 我立刻重启土豪镇, 唉, 在土豪镇面前, 我这点家当还真是不够看啊。 林涵又感慨上了, 第3209张冲击换血镜的准备。 慕国豪的效率很高, 当天晚上就把收益划到了林涵账上。 不只是助言丹, 还有改进版的秘利丸和探卖单, 虽然现在脸出的数量少, 而且还只有三成的分红, 但一个月下来其实也不少了。 总计是400万差一点, 刚好够林涵来一次土豪镇。 他将60颗注盐单交给了莫博豪, 这应该是目前的硬通货了, 明天上架, 保证一上午就能卖掉。 林涵还有五条隐脉没有打开, 一条隐脉还没有扩展到极致, 理论上来说, 他还需要六次土豪镇。 这样的豪法, 不知道封子盛看到又是怎样个想法。 林涵买回材料, 开始布置土豪镇, 对了, 这镇法的真正名字叫什么? 林涵抓抓头, 总是土豪镇土豪镇地窖, 他都忘了这镇法的名字。 算, 无所谓了, 他开启镇法, 顿时, 滚滚力量涌来, 涌进他的体内, 在猴哥功法的淬炼之下变得无比的精纯。 一名舞者的强大, 比如说通脉镜, 其实决定因素还是很多的。 静脉的宽广程度, 力量涌动速度以及力量的纯净程度都会影响到最终一级打出的力量, 所以, 林涵想要达到最强, 他就必须将每一点都是做到极致。 所以, 涌进他体内的力量, 甚至有九成是被舍弃的, 因为不够精纯。 我要追求无敌, 那就不能只是贪图静静, 不然就只是花架子。 半天之后, 林涵停了下来, 露出一抹满意之色。 第三条影脉已经拓宽到了极致, 无法再进分毫, 可以去开辟第四条影脉了。 在最后关头, 林涵将小侍女也带进了阵中, 因为她达到极致后, 阵法应该还没有完全停下来, 可不能浪费了。 林涵的修炼速度已经是个奇迹, 而换血的静静也同样能够 载入史册, 一年不到就从零开始, 达到了九卖巅峰, 谁人可比。 而且, 小侍女的精神力也在开发之中, 林涵打算过一阵就叫她炼丹制作阵机。 她开始探索第四条影脉, 影脉之所以叫影脉, 便是因为太难发现了, 一万个人中都未必有一个人可以探索到, 而即使打通了一条影脉, 想要接二连三地继续下去, 也是无比的困难。 一晚过去, 林涵没有丝毫进步, 也浪费了太阳出生时的修炼时间, 因为她已经尽无可尽了。 她被连雪荣叫了过去, 听说你开辟出了隐脉, 这女子问道, 林涵点头, 被拓拔天荒这个大嘴巴当众说了出来后, 她也不可能再做隐瞒。 前些日子忘了跟你说, 好在你还没有冲击换血镜, 并不算晚。 连雪荣说道, 不过, 你现在距离换血镜只是咫尺之遥, 我就跟你说说冲击换血镜的要点。 林涵顿时肃然, 将腰杆子都是挺直了一些, 之前她一直有点神油。 连雪荣的嘴角抽动一下, 有一种狂扁林涵的冲动。 虽然她从来不希望别人将重点放在她的美貌上, 可像林涵这么无视, 却又让她非常不爽。 换血镜, 不明思议, 就是要将身体中的血液换过一遍, 每全部换完一次, 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境界。 连雪荣还是说了起来, 不要以为这很容易, 换血只是表象, 真正发生改变的, 是生命层次。 这样的变化, 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需要消耗巨大的生命火力。 所以, 没有什么准备就去冲击换血镜, 那只会消耗自身的生命本源, 哪怕成功了, 那也内耗极大, 外强中干, 寿源亏损严重。 林涵点头, 孙建芳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因为不知道通外境之后是什么境界, 应该怎么做, 愣是靠自己的摸索挺进了换血镜, 但代价很严重, 消耗了二十多年的寿源。 后来虽然弥补了许多, 但亡羊补牢, 损失的终究是损失了。 那需要做什么准备? 林涵问道, 蕴含生命力的宝果, 连雪荣说道, 丹药不行, 因为丹药其实是激发人体内的生命潜力, 服用太多的话, 有害无益。 但宝果不同, 天地孕育, 没有一丁点的副作用。 数量的话, 越多越好, 连雪荣顿了一下, 到每个人冲击换血镜需要的生命活力皆不相同, 普遍来说, 越是强大, 那需要的生命活力就越是多。 林涵叹了口气, 不用说, 他肯定需要很多的宝药。 像我冲击换血镜的时候, 只用掉了一颗宝果。 连雪荣说道, 按我的推算, 你至少需要三颗。 三颗够吗? 林涵决定准备好五颗宝果才开始冲击换血镜, 不然可能将生命活力全部榨取干净。 具体哪些是蕴含生命力的果实, 你可以自己去搜索。 连雪荣说道, 他挥了挥手, 示意可以林涵离开了。 林涵想走, 但脚下一顿, 傅道, 其主大人, 那头妖兽身上可有什么线索? 有点眉目了, 正在调查之中, 连雪荣点点头, 好, 林涵转身离去, 要是查出那头妖兽幕后的黑手, 他一定不会客气。 回到住处, 林涵用光傲查找那些富含生命力的宝果, 这数量很多, 但是在加上换血镜这个条件后, 结果其实就那么几条。 百物果, 虎兰果, 凤王碧果, 水仙莲子, 血藤根, 嗯, 不只是果实, 根精也有, 除此之外, 作为大捕之物的人生当然也有奇效, 但是, 要求的年份就高了, 500年可以, 千年更好, 开什么玩笑啊, 天地巨变之前, 野人餐鸡本已经看不到了, 那现在满打满算就过去了120多年, 哪来的500年份人生? 当然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就是天地巨变后, 有些区域是从大地之下冒出来的, 那里如果长着人生的话, 可能就不止500年, 1000年了, 说不定2000年, 3000年都有, 有价无事啊, 林涵很快就摇了摇头, 因为这些宝果都是生长在极其危险的地方, 就如同那奇云果一般, 想要得到的难度非常之高, 但是, 没有嫁野得上, 林涵决定了, 待赚到足够的钱后, 他就出发去寻找宝果, 相信以他的幸运属性, 找到宝果的几率应该不会低, 嗯, 那就赶紧炼丹吧, 林涵进入了疯狂模式, 拼命炼丹, 五天之后, 林涵算了一下, 这些祝颜丹全部卖掉的话, 他差不多就可以布置五次土豪证了, 好, 不练了, 第3210章唐海遇害, 在练丹之余, 林涵并没有忘记去探索第四条隐脉, 甚至, 他在练丹的时候还一心二用了, 一边练着一边在探脉, 没办法, 单到帝王就是可以这么任性, 功夫不负苦心仁, 十天之后, 林涵成功探索到了第四条隐脉, 在清晨开辟之后, 借助土豪证一口气就拓宽到了极致, 我现在的力量差不多有30万斤了, 如果八条隐脉全部打通的话, 估计力量可达50甚至60万斤, 这样的话, 哪怕换血一遍沸腾血气的爆发我也可以无惧了, 不过, 20万斤只是换血一遍的起点, 修到极致的话, 可能的有40万斤之力, 那么就算两倍爆发, 也高达80万斤, 依然超出了我的极限, 毕竟是差了一个大境界啊, 现在唯一的缺点, 就是没有一个空间容器, 林涵叹了口气, 他手里已经有12万的玉子, 装在了一个巨大的袋子里, 虽然分量不是问题, 可背着这玩意走动, 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违和之感, 不过, 我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了, 否则不知不觉就要达到换血镜巅峰, 林涵向连雪荣请假, 他要再去一趟千连山, 千连山, 才要胜地, 但一般人只能去有限的山峰, 更多的山峰有阵法压制, 根本上不去, 林涵有底气去, 是因为他在阵法上已经有不低的造诣了, 而且, 他还有那紫色赘事, 李长丹, 真是谢谢你了, 连雪荣痛快地批准了林涵的请假, 在他看来, 林涵绝非持终之物, 小小的玄清旗又怎么容得这样一尊大佛呢? 只是林涵还没有开始行动, 却是收到了一个消息, 唐海失踪了, 他可不是林涵, 常年都是待在军营中的, 现在突然失踪, 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选择当逃兵, 跑了, 不可能啊, 能够进入四大旗乃是一种荣耀, 而且待遇极高, 再说了, 真要不想干了, 四大旗也是允许退役的, 需要被上罢名, 牺牲以后的福利条件当个可耻的逃兵, 那, 难道是被人掳了, 唐海可是十二脉, 要在营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掳走, 这需要何等实力, 换血镜, 那是至少的, 甚至可能要二变三变甚至四变, 因为营地中可是坐镇着一位三变强者, 这歹人就不怕正好被连雪蓉撞上吗? 林涵陈寅, 这会不会跟那妖兽身后的势力有关? 否则的话, 他想不到别的可能, 不过, 这个势力还真是大胆, 竟敢摸进玄清其公然掳人。 两天之后, 唐海出现, 被人在河里发现, 早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唐海在生前的时候, 必然受到了严刑拷打, 因为他身上布满了伤痕, 十根手指被一一折断, 左脚其怀而断, 而整条右腿都是没了。 就一张脸没有受到破坏, 可两只耳朵却被削了下来。 这样的惨状, 让人不忍足堵, 当唐海的尸体被带回营地后, 不但第七小队的成员愤怒了, 便是整个营地都在发狂。 谁这么丧心病狂, 消息传出, 帝皇旗天火旗云末旗的战士也是义愤填膺。 他们平时虽然一直在竞争, 但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他们是战友。 如果是死在战场上, 那他们无话可说, 可唐海明显是被人严刑逼供而死, 这谁能不怒。 四大旗战士的情绪都是无比的沸腾, 每个人都是坐立不安, 恨不得那凶手立刻出现在面前, 他们会用最最残忍的方法将对方弄死。 全城都在戒严, 可问题是, 能够这么轻易掳人的存在, 怎么也得是幻血镜高手, 真要藏起来的话, 又岂是通脉镜可以发现的? 而城里又有多少幻血镜, 多少击骨镜? 这样的戒严, 在幻血镜强者眼里, 其实形同虚设。 灵寒生起了对于实力的强烈渴望, 如果他还是天尊的话, 那只要将神释放开一扫, 肯定能够找到那名凶手来。 但现在, 他摇了摇头, 去牵连衫, 他要找到宝果, 为冲击换血镜做准备。 灵寒悄然出发, 他不知道有没有人盯着他, 但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他买了一辆车, 这么多天下来, 他也学会了开车, 以他的天资, 这自然是小意思。 有了车, 他要带的东西就能放在车里, 不用背在身上, 像是刚刚做了一大票的小偷。 一开始, 他还有些紧张和兴奋, 但随着开出百多里后, 他就平静了下来。 路很颠, 凹凸不平的, 因为经常发生地震, 根本不可能修路, 能够开已经不错了。 不过, 林涵因为是新手, 才开了五天, 就因为剧烈的磨损将车给趴窝了。 他刚学会开车, 又怎么会修车, 只好将车推到路边, 然后背上行李, 继续进发。 只是行了一天, 林涵就停了下来, 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起了土豪阵。 他感应到了第五条隐脉, 半天之后, 这条经脉已是开辟到了极致, 很好, 还差三条, 林涵继续前进, 又是五天之后, 他重回千连山。 按资料说, 鲍河峰有一棵凤王树, 十几前就已经结果了, 一株可以结出七八棵果实, 以树木的生长年限, 接下来至少百年之内, 这珠宝树每年都会结果。 如果可以全部采摘到的话, 那不仅是突破换血镜, 就是以后冲击二变的宝果我也一并得到了。 嗯, 就是不知道宝果能不能储存太长的时间。 山中的路可不好走, 三天之后, 林涵才来到了鲍河峰之下。 这里有镇法压制, 越是接近山顶, 这压制就越是厉害。 据说, 这珠凤王树就是一位镇法师发现的, 但他只是远远地看到了而已, 并无法接近。 林涵有些好奇, 为什么这些山上会有镇法禁制? 上代文明的人都是吃饱了秤的吗? 而且, 这个文明怎么会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之前还是与猴哥交流得少, 修出了精神力后, 我再回想一下, 猴哥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 咦, 猴哥被镇压, 会不会与上代文明有关? 否则的话, 在古道宗那样的小地方, 有什么存在可以镇压猴哥呢? 第3211章宝树在望, 林涵放下乱七八糟的想法, 开始观察这座山上的镇法。 大镇有所缺失, 林涵点头, 天地巨变, 有些山原本只有十座风头, 却是突然又冒出来十几二十座, 变化十分激烈, 那么, 这山从地底下冒出来, 这么大的动静之下, 上面附加的镇法会没有点变化。 所以, 镇法的有些部分损坏了, 威力变弱了, 否则的话, 非镇法大师估计根本不可能踏足。 林涵没有贸然行事, 他将行李放在一边, 专心琢磨起来。 这一座就是两天, 他是被强烈的饥饿感惊醒过来的。 林涵吃了点干粮和水, 现在就不讲究了, 然后又继续铺在了镇道的钻岩上。 又是半天后, 他露出一抹笑容, 然后拿起了行囊, 大步向着山上走。 左右, 斜向右三步, 他在嘴里喃喃说道, 脚下飞快, 但突然之间, 他的脚下发光, 砰, 整个人带着行李都是飞了。 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刺了刺牙, 推演错了, 哦, 原来是这里, 林涵点点头, 幸好他带着一条来历莫名的坠势, 极大地压制了镇法之威, 否则的话, 刚才那一下绝对会让他够呛。 又走了一路距离后, 林涵停了下来。 如果我的推演没有错, 这下面应该有一道震机。 林涵挖第三尺, 果然发现一块石头, 通体黑色, 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 呲, 这要比高级震纹复杂得多, 难道是极效震纹? 林涵不能确定, 因为他并有见过极效震纹, 无从比较。 果然, 震机破损了, 林涵仔细看着, 但没敢把石头挖出来, 因为他感觉到, 若是去贸然触碰的话, 那后果就是他被轰杀成渣。 石头上, 有一部分震纹被磨掉了, 还有一脚索性连石头都是没了, 那自然更不可能有震纹存在了。 太复杂了, 每一个符号都是好几个震纹的组合, 有初级有中级, 还有更高的, 哦, 原来还能这样的。 林涵发出着感慨, 他在震道上几乎属于无师自通, 但现在看到上个文明的震道杰作, 他感慨连连, 原来自己其实连入门都算不上。 虽然我不可能将震纹拆解, 但我想, 我要关掉这一脚的震法应该没有问题。 他探出念力, 缠在了震机上, 在各个符号之间游走着。 成了, 他眼睛一亮, 林涵随意而行, 如履平地, 没有什么光滑乱作, 将他给震飞了。 这就好像, 我要开关灯并不需要知道灯是怎么运作的, 只要按下开关就行了。 不过, 若非这个震机受到了损坏, 我根本没有将念力触碰的资格。 要不要将这个震机重新启用呢? 算了, 还是等我从山上下来吧, 免得我还要小心翼翼递走这么多路。 他继续前进, 关掉一个震机之后, 这个巨大的震法并没有完全停下来, 而只是某个区域之中失去了震法的覆盖。 大型震法都是这样的吗? 灵寒楠楠, 像他所学的震法, 不能少了任意一道震机, 甚至震机上不能有一个符号出错, 否则震法就不可能运转。 他小心翼翼递前进, 越是往上, 震法的威力就越是大, 饶是他有紫色吊坠仍是不敢大意, 因为从这里开始, 震法的威力已是足以重创, 甚至杀死换血镜了。 还好, 紫色坠是真是给力, 可以压制震法之威, 再加上灵寒已经达到终极的精神力, 他慢慢摸索出了一条安全之路。 小半天后, 他又找到了一个震机, 并将之关掉。 继续, 又是五个小时之后, 灵寒再次定位到了一个震机, 但挖开之后, 他发现震机四周竟有雷霆缠绕, 他的意识根本没有办法触及。 这就没有办法关闭了, 灵寒只好继续摸索着前进。 灵寒的速度越来越慢, 但相比于别人来说, 他的速度却已经可以说是快得惊人了, 紫色坠是起到的作用真是太大了。 花了六天的时间, 灵寒终于来到了半山腰。 这里就有那珠凤王树, 就是那, 灵寒眼睛一亮, 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株很奇怪的树, 明明是树, 可形状却如同一头正要展翅高飞的大鸟。 树上结着十一颗果实, 有五颗已经红通通了, 有拳头那么大, 另外六颗就要小得多, 还是青色, 不过核桃大小。 与他在资料中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就是凤王树。 竟有十一颗果实, 不过, 只有五颗即将或已经成熟, 还有六颗则是差了许多。 隔了还有三十丈左右的距离, 可香味却已经扑鼻而来。 香, 精神大振, 灵寒没有急吼吼地往前走, 从这里开始, 才是真正的难点。 凤王树的四周布满了杀鸡, 动辄就能要了人命。 简单啊, 这棵宝树就这么栽着, 又不会跑, 为什么没有人采得到宝果呢? 接下来, 就是几股精也要小心翼翼, 否则, 引发针法攻击, 必死无疑。 我更要小心了, 他从宝果里取出大量的磁石,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 这段路已经不可能光靠推演了。 制作阵机的话, 需要种种不同的材料, 但要破解阵法的话, 用的材料却简单, 磁石。 磁石的最大用处就是扰乱天地能量, 而阵法的原理就是引动天地能量, 因此, 磁石可以说是阵法的天然克星。 当然了, 绝非扔几块磁石就能解开阵法的, 不然阵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磁石, 只是一种材料罢了, 灵寒在磁石上刻画着阵纹, 过了一会, 他抛了出去。 啪, 一道雷光涌过, 这块磁石立刻炸得粉碎。 不对, 不对, 灵寒又拿起一块磁石, 在上面重新刻画了一个阵纹后, 再次丢了上去。 啪, 这次是一道火光淌洗, 将磁石破坏。 也不对, 灵寒不急不躁, 破解阵法本来就是一个水魔功夫, 又哪里急得来。 他凭着自己的理解, 组合着阵纹, 试图去破解压制阵法。 慢慢的, 他有了头绪, 应该可以了, 他喃喃说道, 走, 灵寒行动, 一块磁石丢出, 确实诡异地浮在半空中, 居然没有落下来, 通体则是发光。 磁石有限地影响天地之势, 再加上我刻画的阵纹, 强行介入了阵法, 使之无法发威, 但这最多只能持续半分钟, 我的精神力太弱, 磁石上的符号会被很快磨掉。 第3212章摘果, 灵寒快步而行, 一边走一边还在磁石上继续刻画着阵纹。 我丢, 他又扔出了一块磁石, 阵法牵动之下, 磁石再次悬浮着, 开启了一条仅仅只有在半分钟内安全的通道来。 走走走, 他连忙卖腿, 而在他的身后, 第一块磁石的力量已是被磨尽, 趴地一下, 再也无法去问乱阵法, 炸得粉碎。 灵寒还在丢着磁石, 但这一次, 他的计算失误, 又或者说, 阵法的威力太大了。 砰, 一股距离袭来, 震得灵寒胸口沸腾, 差点向着斜侧里叠飞出去。 他连忙稳定身形, 这要叠出以磁石开辟出来的道路, 他就会被大阵轻易碾死。 还好, 他成功了, 他不敢停留, 必须第一时间继续制作磁石屏障, 干预阵法, 否则等之前的压制效果, 那他就完蛋了。 所以说, 破解阵法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 当第二块磁石爆碎的一瞬间, 灵寒及时丢出了第三块磁石, 再一次稳定住了阵法。 随着一块又一块磁石的丢出, 灵寒也走得越来越远, 距离那株果树也越来越近。 十几分钟后, 灵寒终是走完了这短短的三十丈距离, 只觉后背上凉嗖嗖的, 全是冷汗。 这一路真是太凶险了, 差一点就万劫不复啊。 过来就好, 他休息了一下, 打算采摘果实, 然后回去, 只是还没有等他站起来, 一股强大的压力却是袭来, 让他不由地胸口一致, 难受得无法形容。 咦, 灵寒一愣, 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 告诉他现在还不能采摘果实, 因为还没有完全成熟, 这声音十分模糊, 十分低弱, 让他满满的都是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压力已消失了, 不过, 当灵寒再次生起财果的意念时, 这股压力又来了。 灵寒不由地脸色古怪, 难怪, 这股压力来自凤王树。 刚才跟他说话的, 也是这株老树, 这株树真的很有年份了, 虽然不算高, 可树皮一看就有几百年的历史。 成精了吗? 既然如此, 那就等上几天吧, 反正大树之下倒是没有阵法, 只要别走出这个区域, 非常安全。 修炼, 灵寒去探测第六条隐脉, 这几天他一直在努力, 但随着隐脉的开辟数量越来越多, 即使以他这样的妖孽 都是无法再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突破。 一天, 两天, 三天, 灵寒仍是没能捕捉到第六条隐脉, 但他并没有焦虑, 这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且, 作为一名曾经的致强者, 他清楚必知道, 一旦心乱了, 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又过去了三天, 当太阳出生的时候, 灵寒的身体微微一颤, 第六条隐脉已是打了一个口子, 万事起头难, 这将经脉打开了一个口子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半个小时之后, 第六条隐脉已是完全打通, 还是不能采摘果实, 那百阵, 灵寒布下了土豪阵, 这占地很小, 他引动阵法之后, 继续修炼, 蹭蹭蹭, 他的修为提升飞快, 小半天之后, 灵寒的第六条隐脉已是扩张到了极致, 继续探索第七条隐脉, 好像还得如此, 采不了果实, 他又有什么办法? 等等, 果实成熟了, 会有谁来提醒他吗? 灵寒立刻又升起彩果的念头, 这回, 再没有压力袭来。 行了, 他爬上树, 很顺利地将采到了一颗红通通的果实, 然后又一颗, 再一颗, 五颗红色的果实已是全部进了他的口袋。 那些小青果呢, 哼, 这个念头才刚刚一升起来, 他就被从树干上震落了下来。 要等到这些青色小果成熟吗? 灵寒想了想, 摇摇头, 这几天他看过那些小青果的成长, 按照他的推算, 估计至少还得半年, 这些小青果才会成熟。 时间太久了, 走吧, 大不了半年之后再过来, 这果子反正熟了也能在树枝上挂上很长时间。 五颗的话, 应该足以让他迈进换血一遍而不会损伤自己的身体。 回, 他仍是以磁石开路, 因为已经走过了一趟, 这下当然是熟能生巧, 轻轻松松。 嗯, 灵寒来到山脚下, 还没有完全走出阵法, 却看到前方的石头上, 有一名男子正盘坐着,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仿佛与石头融为了一体, 毫无违和之感。 高手, 灵寒立刻在心中说道, 此人的体内仿佛藏着一头远古巨兽, 给他的压迫感比连雪蓉还要可怕。 四遍甚至五遍的存在, 灵寒停下了脚步, 他和对方所站的地方, 正是他关掉的第二根阵机所影响的区域, 因为关掉了, 这里自然也变得安全了。 他不由地表情古怪, 如果他突然开启阵机, 对方会不会被秒杀呢? 还真有可能, 你可终于出现了, 这男子伸了个懒腰, 可真是让我好等。 哦,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灵寒点点头, 笑道, 阁下找我, 所为何事? 你的手里, 应该有一件不属于你的东西, 现在将它还给我。 这男子说道, 他瞧着个二郎腿, 显得漫不惊心。 确实, 只是一名小小的十二脉, 哪怕打开了隐脉又如何, 他可是幻写五遍, 连三遍亦能秒杀。 哦, 是这东西吗? 灵寒取出了那块血色水晶, 不错, 那男子露出一抹笑容, 好像如是重负一般, 现在, 将他丢过来。 他摇摇手指, 千万不要想逃走, 你要刻画磁石, 至少需要三秒钟的时间, 而这点时间的话, 足够我将你杀上好几次了。 他以为灵寒在这里就用上了磁石, 灵寒从善如流, 道, 好, 我不跑, 这才听话, 那男子点点头, 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 我会让你死个痛快。 不饶我一命, 灵寒露出笑容, 这小子的反应有些古怪啊, 不过, 又有什么关系, 那男子咧嘴一笑, 你知道的太多了, 怎么能够让你活着? 再者, 就算你回了虎剧城, 也不过多活几天的事情, 照样要死。 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灵寒摇摇头, 非要杀我呀, 那不好意思, 我不投降了, 这又得了你吗? 那男子站了起来, 向前走出一步, 可就在这时, 哼, 一道可怕的电光划过, 向着他打了过去。 靠, 这什么情况, 第3213张完坏的走足。 那男子连忙躲, 可一脚踩下去之后, 哼, 却又是一道烈焰袭来, 威力仍是极其恐怖。 他无奈, 只好一掌按了过去, 哼, 这烈焰之力非常强大, 对拼之下, 他不由地身形亮相, 又向着边上迭去。 在别的地方, 这对哼一记, 身形被震的歪歪斜斜 自然是很平常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危害。 但在这里,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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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之间, 寒冰如箭, 雷电交织, 烈焰滔滔金光闪耀, 五花八门, 好像自然界的所有奇异现象 都是浓缩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域中。 那名男子很受伤, 他一边怪叫, 一边对抗, 无比的狼狈。 终于, 他踏足到了一块安全的地方, 却是怎么都是不敢再动分毫, 他呼呼喘气, 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 他的头发就被烧掉了一半, 左耳却被冰冻, 右臂的衣服破破烂烂, 可以看到血迹斑斑的伤口, 腹部更是有一个洞, 差点就要洞穿了。 那男子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就踏出了一脚, 连锁反应之下, 他就受了重创, 差点死掉。 这是怎么回事, 林涵微微一笑, 道, 看来, 你想要杀我的话, 没有这么容易。 他刚才以念力开启了地下的震机, 话说精神力的好处就在这里, 不可见不可闻, 只有同事精神力才能对抗。 所以, 那男子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所处的这个区域, 正法已经被林涵重新启动了。 只是非常巧的是, 他刚才站的地方恰好是安全区域, 所以正法才没有发威。 可他后来这么一动, 呵呵, 呼呼, 那男子喘着粗气, 双眼盯着林涵, 脸上有无法言喻的震惊, 这里的正法怎么会突然启动的? 林涵贪了贪手, 应该是我不小心碰到了什么处发开关吧? 不小心, 不小心你妹, 那男子本以为是年代久远, 破坏太大, 这个区域的正法才无法生效, 但现在想想, 应该是林涵之前就将正法给关了, 给他挖了一个坑。 嘶, 这小子知道自己在追踪他吗? 好深的城府啊, 这他却是冤枉林涵了, 因为林涵原本的用意只是让自己下山的时候方便一点。 那男子左右张望, 可正法在没有被触发的情况下, 一切都是和正常环境没有什么区别, 他怎么看得出来? 还真是小看你了, 男子冷然说道, 林涵收起了笑容, 说吧, 谁派你过来的? 哈哈, 你是在审讯我吗? 那男子哈哈大笑, 脸上全是嘲讽之色, 小小的通脉镜, 就算打通了隐脉又如何, 在我舞变的力量碾压之下, 你只是喳喳罢了。 正常情况下, 确实如此, 林涵点点头, 平心而论, 他确实不可能是五变的对手, 差距太大。 不过, 你现在被困于阵中, 又能发挥几分战力? 那男子无言以对, 他现在是被完全困住了, 根本不敢动弹分毫, 就算有着再强大的战力, 他又能发挥得出来吗? 现在, 主动权在林涵手里, 好, 我可以暂时不杀你, 你将阵法关闭如何? 这男子说道, 林涵哈哈一笑, 道, 你先展现一下诚意。 什么诚意? 男子问, 比如, 你叫什么名字? 光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却不知道你的, 这是不是有些失礼? 林涵笑道, 确实, 这很失礼, 那男子点点头, 明明心中恨得想要杀人, 可脸上却是不得不露出, 笑容, 我叫查的员。 哦, 查兄, 林涵抱拳行了个礼, 查兄, 查的员真想一巴掌糊在林涵的脸上, 你知不知道, 差了一个大境界, 那就是绝对的碾压, 你必须保持绝对的尊重, 可叫大人或是前辈。 查兄, 靠, 可查的员非但没有暴怒, 反而还露出了一抹笑容, 现在, 你也可以展示一下诚意了吧。 林涵淡淡一笑, 继续问, 唐海, 是你掳去的吧? 普遍高手闯入玄清旗, 当然可以避开莲雪蓉, 将唐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掳去。 查的员沉默, 过了一会, 才道, 不错, 是我掳去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涵又问, 明知故问, 当然是你手里的那块血神经。 不, 林涵将手中的血色金石抛了抛, 那又是谁派你来的? 你凭什么认为, 我是替人办事? 查的员问道, 林涵摇摇头, 能够饲养一头那样的妖兽, 让三名十二脉守着, 而且, 那三名十二脉要比同阶都是强大许多, 绝非你一个五便可以办到的。 所以, 你也只是替人办事的走卒, 查的员被走卒两个字刺激得有些脸色发青, 但林涵没有说错, 他确实只是一个走卒, 甚至还是走卒的走卒, 他也不知道最大的后台是谁。 年轻人, 有些事情对于你来说太危险了, 知道的太多, 只会死得越快。 查的员说道, 脸上带着不屑之色, 他对自己卖命组织的了解虽然只是冰山一角, 但就那么一丁点的了解, 也让他知道那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 林涵察言观色, 突然道, 恐怕, 你也不知道真正的老大是谁吧? 这, 查的员立刻脸色一变, 然后喝道, 谁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不想告诉你。 他这个人还是很要面子的, 堂堂舞变高手却连自己笑脸的老大是谁也不知道, 这不是无比的丢人吗? 既然这家伙不知道, 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李之前说, 虎聚成会怎么样, 林涵换了一个话题, 查的员确实不肯就这么算了, 强调道, 我当然知道自己老大是谁, 但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这也算他的心结了, 其实他是一直想要知道的, 自己到底在为谁卖命, 现在被林涵这一幕机, 终是爆发了出来。 林涵呵呵笑, 好好好, 我相信你, 乖, 别闹了, 说正是,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 查的员恨了一声, 我的诚意已经很足了, 你呢? 林涵哈哈大笑, 该说的什么都没说, 你还真是会避重就轻。 哼, 那你休想知道任何东西了。 查的员冷然道, 第3214章大报, 好, 既然你嘴巴硬, 那我敬你是条好汉。 林涵点点头, 还不关掉阵法, 查的员叫道, 林涵目光锐利, 你既然承认杀了唐海, 还想我放你生路。 不过区区十二脉, 查的员满脸的不屑, 杀了又如何, 难道你还想让我偿命? 杀人偿命, 没错, 林涵点点头, 查的员冷笑, 小贝, 我忍你, 不过是不想付出太大的代价, 你以为这个阵法真能困住我? 脚可是长在了你自己的身上, 又没有绑着, 想走, 请便。 林涵将手一伸, 做了一个送客的动作。 查的员呲牙, 他要能离开的话, 早就走了, 还需要被林涵勒索吗? 他将话声转柔, 又道, 小贝, 我们可以各退一步, 只要你将血神钻给我, 从此隐性埋名, 我就可以当你是一个死人, 永不找你麻烦如何? 不好, 林涵摇摇头, 小贝, 不要以为你是吃亏了, 我们这个组织的强大远远在你的想象之上。 哪怕我死了, 还是会有人来对付你, 你这次可以凭运气挡下来, 以后呢? 查的员苦口婆心地劝道, 他发现自己的受创情况远比估计的要严重,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不然光是流血就会流死他。 就算你可以挡得下换血镜, 那几股镜又如何? 他再次强调, 作为一个俘虏, 我不得不承认, 你还挺有口才的。 林涵笑道, 俘虏,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被你俘虏了? 小贝, 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查的员威胁道, 他失去了耐心, 上市越来越严重, 他感觉眼前的东西都有点晃。 不行, 他一定要进行治疗, 可为了方便赶路, 他将行李藏在了山脚下的一个胸穴中, 距离这的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谁能想到, 他居然会被一个通脉镜逼到这么惨的地步。 本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 结果只是小虾米一只。 林涵摇摇头, 小贝, 查的圆力吼, 他真是撑不住了。 这种无助的感觉怎么样? 林涵淡淡道, 你当初折磨唐海的时候, 唐海应该也是这样的心情, 现在, 由你自己来品味。 查的圆怒是这林涵, 在他眼里, 十二脉当然和蝼蚁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林涵居然将他和唐海相提并论, 让他十分的不爽。 小贝, 我要杀了你, 他力声道, 如果林涵再不放他离开的话, 他拼着一死也要将林涵轰杀了陪葬。 错, 是我杀你, 林涵脉搏而行, 他走的路线很诡异, 一会向右, 一会向左。 这是安全走出正法的路径, 查的圆一惊又一喜, 这小子居然走出来了。 哈哈, 你是来送死的吗? 查的圆冷笑, 这小子定以为自己重创, 实力大跌, 所以想要亲手杀了自己, 一来这样报仇才痛快, 二来的话, 以通迈境的修为斩杀换血五遍, 这是怎样的成就感? 哼哼, 他虽然受了重伤, 但战力还是保持在换血一遍甚至二遍的程度, 杀一个十二脉, 绰绰有余。 他静等, 只要林涵走进他的攻击区域, 他就立刻出手。 一、二、三, 杀, 他猛地一爪拍出, 砰, 净力叠加, 化成了一只肉眼可见的爪形, 发出着音爆之声, 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死吧, 林涵出拳, 砰, 一拳轰击, 同样叠加了重重力量, 化成了一只肉眼可见的铁拳, 轰向查得远。 拳找的力量碰撞, 发出了震响, 也引发了大阵的反噬, 轰, 雷电, 火花冰霜之力乱作。 还好, 两人现在都在安全区域, 只要他们不离开这的位置, 大阵的攻击就不会轰到他们的身上。 查得远立刻出了震惊之色, 在这一级的对拼上, 他居然没能占得了上风。 嘶, 难道他的伤势已经严重到连一个通脉镜都打不过的程度了? 林涵露出一抹笑容, 达到十八脉巅峰后, 他的力量差不多有五十万斤了, 估计普通的一变巅峰也就这点力量。 如何? 他说道, 查得远咬牙, 他对林涵做过许多调查, 知道他打通了数条隐脉, 实力要远远强于一般的通脉镜。 但是, 现在林涵表现出来的实力, 又比他调查到的资料强大多少? 短短一个月都不到, 这小子难道又打通了几条隐脉? 靠, 这也太夸张了吧? 林涵突击, 现在他已是胜算在握。 小子, 你欺人太甚, 查得圆怒吼一声, 憋屈无比, 他的真实实力何等强大? 原本一挥手就能拍死林涵, 可现在居然被人当成菜包欺负, 能不让他愤懑吗?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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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吼道, 展开了一门舞技, 战力顿时暴涨, 只是他原本就伤势极重, 这一全力出手, 顿时让伤口破开得更加严重, 鲜血好像是被挤出来似的, 向外狂喷, 怕你不成, 林涵冷然, 腰喉拳展开, 15重力量叠加, 向着查得圆打去, 砰砰砰, 尽力互撞, 互相抵挡, 但查得圆的力量叠加只有九重, 九道力量用尽之后, 林涵后面的6重力量也袭过来, 他又怎么打? 每一层力量都高达50万斤, 6层力量轰击之下, 他直接被打爆, 堂堂舞变强者, 死得无比窝囊, 林涵停下手来, 男男道, 队长, 你的仇算是爆了一半, 幕后元凶我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但以后我变得更加强大了, 必不会让那人逍遥法外, 他去查看了一下查得圆的尸体, 不知道对方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权杖之类的东西, 可以得到一些关于他背后视力的线索, 咦, 他惊讶, 倒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而是查得圆的骨头居然粉碎了, 这是我的权力造成的, 林涵亚然,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力量大增, 15重力量叠加, 威力肯定无比强大, 但可以将一名武变强者的骨头都粉碎吗? 这是最后一级造成的, 之后力点储, 骨头化成了粉碎, 然后向外扩散, 粉碎程度就越来越轻, 直到这里, 差不多是一尺的打击范围, 粉碎状, 这有点不可思议, 仔细回忆一下, 好像那的状态确实有些不同, 第3215张倒霉的杀手, 林涵看向边上的一块大石头, 山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了, 放眼看去, 除了树之外, 大概都是石头了, 砰, 他一拳轰出, 同样凝聚了15重力, 用出了全力, 整个大石头都是碎开, 而着力点储则是凹了下去, 全部化为了碎石, 差不多是脸盘般的大小, 林涵看地上的石头, 露出了疑惑之色, 虽然碎开了, 但基本有手指那么大小, 与骨头的粉碎程度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难道是骨头没有石头硬吗? 不可能, 林涵立刻摇头, 换血五遍之后, 踢破强度应该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像通脉镜被枪攻击的话, 那还需要挥出一拳, 将子弹打飞, 遇上大口径的狙击枪, 能不能及时迎上都是个问题, 哪怕轰中了, 也极可能被则弹将手臂都是打烂了, 没办法, 这是踢破的问题, 但是, 达到换血镜之后, 踢破强度进一步提升, 小口径的枪支攻击完全可以无视, 最多就是保护一下眼睛这样的柔软部位, 狙击步枪打上来也顶多就是打出一个浅浅的血洞而已, 若非如此, 百多年前的科技闻名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 达到换血镜之后, 武者的体魄, 尤其是骨头, 那肯定比石头都要坚硬, 所以, 这是林涵想不通的地方, 明明他一拳将五遍的骨头都是打得粉碎, 却只能将石头破坏到这样的程度, 这石头并没有比别处的硬, 所以, 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之前, 是怎么出拳的, 林涵的好奇心一来, 便怎么也压不下去, 他将阵法停下, 然后又找了块石头轰击, 寻找感觉,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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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块石头被轰爆, 但林涵始终没能将枝粉碎, 嗯, 林涵猛地感觉有股杀意锁定了自己, 让他全身的寒毛都是竖了起来, 精神力达到了终极, 他对于危险的感知范围更广, 没有任何迟疑, 他立刻重启阵法, 刷, 这时, 他才看到一道人影纵身而来, 手中有剑, 划过一道灿烂的痕迹, 这是一名杀手, 林涵立刻断定, 因为对方这一剑就是杀人的, 而不像之前的茶德远, 想要拿下他, 抢薄血神经, 砰, 阵法已是被激发, 闪电, 火浪冰霜等各种力量乱作, 然后便见那杀手惨了, 身上着火结冰破开, 与之前的茶德远一个遭遇, 五, 那杀手发出闷横, 身形叠叠撞撞, 但在阵法之中岂能乱走, 顿时激起了阵法更为恐怖的打击, 林涵的脖子跟着这杀手的身形而转, 一会向左, 一会向右, 一会向上, 一会向下, 终于, 那杀手扑倒在地上, 啪啪啪, 任闪电轰击了七八下却并没有动弹分毫, 只有强烈的交位传了过来, 这, 不会被打死了吧, 林涵走了过去, 他感应得到, 这个杀手的生命气息已是微弱之极, 没死, 但离死也不远了, 这名杀手看上去四十来岁, 并没有脸上蒙布, 遮掩长相, 但普普通通, 属于丢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那种, 不过, 这才适合做杀手, 否则长相无比突出的, 还怎么行刺, 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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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手张着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嘴里吐出来的却全是血墨子, 林涵点点头, 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明明只是杀一个通脉镜, 怎么连衣脚都没有碰到就挂了呢, 这想一想确实很冤, 兄弟, 我理解理解, 一边说, 他一边还拍了下那杀手的肩, 那杀手似乎被气到了, 眼睛一涂, 双脚一挺, 就那么挂了, 咦, 死得这么快, 林涵摸摸下巴, 显得很是不开心, 他还没有盘问呢, 算了, 这肯定是地狱的杀手, 不用问也知道, 之前他们派出两名一变的杀手, 现在则是直接升级到了五变, 只是同样是五变, 这家伙怎地如此不堪呢, 哦, 是了, 林涵点点头, 这个杀手死得这么快, 就是因为他是杀手, 杀手擅长的是杀人之术, 他们擅长的是怎么隐藏自己, 然后突然爆发绝强的一级, 取人性命, 至于防御, 需要吗, 只要将目标一级轰杀, 防御又是什么东东, 所以, 杀手肯定是高宫, 血宝, 防低, 遇到阵法这种东西, 呃, 高宫有毛用, 你怎么杀死阵法, 反倒是血宝, 防低的毛病曝露无语, 被阵法随便轰几下就挂了, 你确实挺冤的, 林涵又说了一句, 再次拍拍着杀手的肩, 山风吹过, 确实吹不灭这名杀手满满的怨念, 两只眼睛物自争的浑原, 死不瞑目, 不能总是这样被动挨打, 必须反击了, 林涵说道, 之前虽然抽了严峻一巴掌, 可对方显然没有受到教训, 这小子的身家不匪麻, 居然可以请得动换血五遍的杀手, 林涵扛起行李, 下山而去, 这次牵连山之行, 可以说是非常圆满, 凤王果到手, 而且还是五颗之多, 甚至, 半年之后还有六颗可以采摘, 另外, 借助阵法之助, 他化解了两次杀击, 尤其是地狱组织, 这次连换血五遍杀手都是挂了, 相信在很长时间内, 地狱组织不会再来骚扰他, 关键是查德元背后的势力, 这个组织拥有的实力可能无比恐怖, 而且, 查德元曾经说漏了嘴, 说他回了虎聚城也只是多活几天, 难逃一死, 这是说, 虎聚城中也有他们的人要对付自己, 林涵摇摇头, 都已经出动一名换血五遍的强者了, 对方应该不会那么谨慎, 还留一名强者在虎聚城中守着自己, 不是多此一举吗, 那么, 查德元这意思是虎聚城本身会发生什么大变故吗, 可这乃是选北国的大城, 城内更不乏几鼓劲的高手, 又能发生什么大变故, 先回去, 将消息告诉连雪荣, 让他想去吧, 林涵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 雇了一辆车和司机, 这回他可不自己开车了, 向着虎聚城进发, 一路无话, 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虎聚城, 他先去了慈心药堂, 结果刚刚进门, 便看到浣雪飞扑了过来, 抱着他的大腿哇哇大哭, 少爷, 浣雪不要嫁人, 第3216章认证单诗, 林涵不由失笑, 道, 嫁人的事情不急, 让我先把行李放下来吧, 对对不起少爷, 浣雪连忙爬起来, 擦了擦眼睛, 一副好委屈的模样, 怎么了, 林涵问道, 呜呜呜呜, 有人要去浣雪做小妾, 可浣雪不愿意, 小侍女又哭了起来, 林涵的眼神中闪过一道寒芒, 是谁, 好像叫, 叫虎球的, 小侍女绞尽脑汁地道, 林涵不由无语, 别人都要娶你当小妾了, 你连对方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算了, 我去找莫国豪问问吧, 他找到了莫国豪, 了解情况, 莫国豪很清楚, 向林涵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段时间, 换雪成功修成了初级精神力, 被莫国豪意外发现, 然后莫国豪就十分振奋, 主动传授换雪怎么炼丹, 拥有精神力的人真是太少了, 更何况还要修到初级, 所以, 莫国豪自然如获至宝了, 可不知怎么回事, 六大小豪门中的胡家胡球, 却是跑来这里, 还撞见了换雪, 不是胡球, 是胡球, 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酒脉, 还修出了初级精神力, 未来的丹师, 而且居然长得十分漂亮, 这样的女人胡球一见之后就磨不开眼睛了, 取回家族, 绝对大赚, 因此, 她也不顾自己已经纳了七个小妾, 当即表明, 要纳换雪为第八个小妾, 若非这是慈心药堂, 恐怕胡球已经出动人马, 将换雪给抢回去了, 可这样也不是办法啊, 总不能一辈子就待在慈心药堂吧, 呵呵, 还真是无法无天, 林涵冷然说道, 胡家也只是换雪尽势力, 居然就敢做逼婚这一套, 他倒要看看, 胡球是不是真的敢掳人, 谢谢了, 林涵点点头, 莫国豪遵守了与他的约定, 一直在代为照看小侍女, 莫国豪也点点头, 这对于他来说只是小时一桩, 会而不费, 自然不介意送个人情给林涵, 我想在学点单方, 林涵说道, 莫国豪眼睛一亮, 林涵学了探卖单, 密立丸, 结果很快就弄出了改进版的, 现在在学新的, 是不是又能将单到水准向前推进一大截呢? 小友尽管挑, 莫国豪取来光老, 向林涵展示他收藏的单方, 林涵之前就看过了, 但并没有去看幻血镜级别的, 因为那时他用不着, 但现在的话, 通脉镜的单药应该对他已是没有效果了, 他扫了一眼, 发现幻血镜的单方只有三种, 分别是恢复密立的回气单, 可解剧毒的百化单, 还有沸腾血气的狂暴单, 回气单的作用最是普遍, 因为人力有时而穷, 占到精疲力竭的话, 那境界再高, 实力再强都是废的, 这回气单就是可以补充密立, 在战斗中是相当相当实用的, 百化单的名字夸张了, 其实只能化解大概37种剧毒, 狂暴单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 因为这可以二次沸腾血气, 但后果非常严重, 伤、残、死都有可能, 所以不到绝望关头没有哪个换血镜会去吃他, 林涵想了想, 将三种单方都是记了下来, 对于单道帝王来说, 这是小意思, 没有像密立丸, 碳麦单这种, 可以加速修炼提升晋级成功率的吗? 林涵问道, 莫国豪摇摇头, 我虽然知道单方, 也会练, 但单师协会有严格的规定, 绝不能将单方外转, 否则我和你都要遭殃, 也就是说, 我想要得到单方, 就只能加入单师协会。 林涵问道, 嗯, 莫国豪点头, 林涵想了想, 道, 好, 那就去单师协会看看, 他不介意去虎区一阵, 收下一大票小币, 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 莫国豪看向林涵, 好, 两人出门, 以莫国豪的身份和地位, 他当然有自己的专车和司机, 载着两人很快就来到了单师协会, 莫国豪是终极单师, 他带着林涵进去, 一路可没有人敢拦阻, 反而还要恭敬帝行礼, 安排一下, 这位小友要认证单师级别, 莫国豪说道, 是, 很快, 就有三名初级单师来到这里, 见过莫大人, 三名初级单师都是向着莫国豪恭敬行礼, 莫国豪乃是中级单师, 而最近更是为单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自然让他们无比的尊敬, 名字, 一名初级单师向林涵问道, 林涵, 林涵随意说道, 咦, 不会是那的林涵吧, 第二名初级单师惊呼, 打败拓拔天荒的林涵, 原本单师是不会, 也不屑去理会舞蹈上的事情, 但拓拔天荒真的太有名了, 不但在舞蹈界赫赫有名, 便是在单道正道界也颇有人气, 沾了拓拔天荒的光, 林涵的名字同样在单道正道界流传了起来, 是他, 我见过照片, 第三名初级单师道, 三人都是惊讶, 没想到舞蹈界的潜力第一人居然会来认证单师, 你要炼制什么单药, 第一名单师问道, 探卖单吧, 林涵很随意, 那, 你准备一下材料, 就开始吧, 认证初级单师的话, 需要自备材料, 只有成为初级单师之后, 那么再认证中级, 高级单师, 单师协会就会提供材料了, 否则, 来一个人认证初级单师就要提供一份材料, 就是财大起促的单师协会也经不起这样的挥霍, 林涵布下阵法, 便开始练单, 丢下一份材料之后, 他想着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都练几卢, 反正练出来的单是自己的, 就当是赚点外快吧, 因此, 他又丢了一份材料进入了阵法中, 扑, 三名初级单师同时喷了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你连练一卢单需要多少材料都不知道, 还想认证单师, 开什么玩笑啊,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林涵又丢了一份材料进阵中, 然后再扔一份, 一共四份, 这, 连莫国豪都开始擦起冷汗来, 他自然相信林涵的单道实力, 可也不能这么玩吧, 唉, 只能过几天再来一次了, 咦, 怎么还没有暴炉, 莫国豪惊讶, 赵林涵这么胡闹, 四份材料应该立刻化为灰烬才是, 怎么现在还是在炼制状态, 第3217章最年轻的中级单师, 不只是莫国豪, 另外三名初级单师也是因为吃惊而张大了嘴巴, 靠, 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个人, 同时炼四颅单, 你压得怎么操控的, 一心四用,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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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只觉肯定是眼睛出了问题, 否则的话, 人生观, 世界观都要被摧毁了, 然而, 眼前不断继续下去的一幕却是在提醒他们, 这无比的真实, 就这样, 四个人足足发呆了两个小时, 最终看到林涵成功收获了四炉碳麦单, 共计17颗, 莫国豪这才知道, 为什么林涵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那么多的丹药, 不是对方达到了百分百的承担率, 也不是日夜不断地练丹, 而是这家伙一次可以练四炉, 哪个丹师进了, 不得贵下来唱征服, 一次练四炉丹, 每炉都成功了, 而且, 最低就是四颗, 探麦单的话, 一次就只能练出三到五颗, 这个怪物, 怪物, 嗯, 怪物, 三名初级丹师都是点头同意了怪物这个形容词, 既然材料对, 又没有暴炉, 那炉出来的肯定是探麦单, 问题只在于承担的品质, 从结果来说, 那就是林涵成功通过了考验, 他已经是一名初级丹师了,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这说给别人听, 又有谁会相信吗? 三个人面面相许, 都可以从彼此的眼睛中看到否定的回答, 要是谁告诉他们有人可以一次练四炉丹, 而且全部成功了, 他们一定会认为对方疯了, 需要检查一下吗? 林涵笑道, 不用了, 三名初级丹师都是摇头, 那好, 我要继续认证中级丹师, 林涵说道, 他想要从丹师协会得到中级丹方, 那自然地先成为中级丹师, 之前他看过了莫国豪的三张中级丹方, 已是成竹在胸了, 啊, 莫国豪发出惊呼, 他可是清楚地得很, 林涵刚刚才获得了中级丹方, 你这是要逆天吗? 三名初级丹师也是愣住了,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有人刚刚认证了初级丹师, 马上又要去认证中级丹师的, 不过, 认证丹师等级是每个人的自由, 他们不能干预, 稍后, 他们可无法主持这样的认证, 连忙去请别的中级丹师, 在虎剧城, 中级丹师一共才九名, 而莫国豪的话, 因为是林涵的引荐人, 他是不能当认证人员的, 因此, 需要去找来另外三名中级丹师, 林涵比较运气, 因为中级丹师非常忙碌, 整天都在钻研单方, 平时就只一两个在这里坐镇, 可今天居然来了四个之多, 听说有人要认证中级丹师, 整个丹师协会都是轰动了, 纷纷跑过来观看, 林涵选择了炼制百花丹, 很快, 他需要的材料就送了过来, 还有对应的证机, 真的假的, 刚刚才通过了初级丹师的认证, 这就瞄准了中级丹师, 这家伙以为是可以随便来的吗, 我们虽然可以随时进行认证, 但每年只有一次免费使用材料的机会, 其他时候还想认证的话, 就必须自备材料, 就这么浪费了一次机会, 唉, 只能说太年轻了, 围观群众都是在小声议论着, 免得影响了林涵, 林涵不振, 然后以念力引动, 顿时, 阵法开始运转, 这种阵法是以玉子为能量源的, 因此并不需要借助天地之事, 但对于玉子的消耗也很大, 林涵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开始炼丹, 终极丹药, 小意思, 他虽然是第一次炼制, 却是轻轻松松, 从从容容, 这真是太简单了, 这着他灵动地操控着阵法, 炼化着能量强度, 药材的投入时机也是恰到好处, 好像炼丹只是搭个积木而已, 无比的简单, 时间过得很快, 两个小时就快要过去了, 还没有暴炉, 不管之前众人是什么心情, 现在就只剩下了震撼, 又要多一位终极丹师了, 而这个人在两个小时之前, 却连初级丹师都不是, 甚至, 这个家伙还是年轻一代中的五到第一人, 不满二十, 天哪, 世间真有这样的天才吗, 年轻人固然眼红又嫉妒, 老丹师则是感慨连连, 当初他们又是花了多少时间达到初级终极丹师的, 没法比啊, 两个小时过去, 只见正法的中心处, 正有三颗丹要漂浮着, 成功了, 不用验丹, 所有人都可以肯定, 那就是百话丹, 虎句成帝十位终极丹师, 林涵, 恭喜林兄, 穆国豪第一个开口, 他也及时修改了对于林涵的称呼, 但是之间论交, 只论等级, 不看年龄, 事实上, 这在五到正到领域也适用, 正所谓学无长幼, 能者为师, 恭喜林兄, 另三名中级丹师也纷纷抱拳, 恭喜林前辈, 那些初级丹师, 还有学徒则是更加恭敬, 不管他们有多么眼红, 现在必须低下头来, 这注定要载入史册啊, 如此年轻的终极丹师, 林涵点点头, 道, 关于我的事情, 不要宣扬, 是, 众人都是点头, 虽然心中有些奇怪, 我现在可以尽情浏览丹方了吧, 林涵问道, 众人都是蒙逼, 这什么情况, 好不容易晋升为终极丹师, 应该值得一满地接受众人的崇拜才是, 怎么就想着要看丹方了, 丹方什么时候不能看, 非要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 可林涵一力坚持, 别人又有什么办法, 林涵很快就拿到了终极几乎所有的丹方, 但有三种丹方属于保密级别, 需要为丹师协会做出重大贡献, 或是入会达到一定年限才可能解开, 当然,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 成为高级丹师的话, 那就没有限制条件了, 终极丹方肯定是任意浏览, 高级丹师吗, 看看炼制高级丹药需要什么条件, 林涵看了一下, 但是虽然也需要精神力, 但要求远远低于正道, 所以, 只要勉强达到终极精神力就可以炼制高级丹药了, 不过, 这里的丹师协会就只有两张高级丹师的配方, 一是无相丹, 一是离火丹, 炼制起来, 不难, 第3218章再进一步, 林涵仔细看, 然后在脑中模拟炼丹的场景, 只是两遍之后, 他就断定, 可, 他跑出去, 找到莫国豪, 然后道, 帮我申请一下, 我要认证高级丹师, 莫国豪还在想啊, 林涵是不是又将某种终极丹方改进了, 正充满了兴奋, 想要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 可林涵一开口, 他就差点跪了下去, 你还想要认证高级丹师, 就之前看了几眼丹方吗, 这是不是玩得太大了, 可想想林涵那可怕的炼丹能力, 一次炼了四炉探卖丹, 这是高级丹师可以做得到的吗, 所以, 人家妖孽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这家伙的极限, 难道是宗师级别吗, 我, 我立刻为你安排, 莫国豪点点头, 连忙离去, 虽然他也是不敢相信, 但更想看到奇迹, 林涵确实是可以创造奇迹的男人, 很快, 胡锯成担到协会的会长被请了出来, 他叫卢静, 是胡锯成唯一的高级丹师, 所以, 林涵想要晋级高级丹师的话, 他一定要在边上看着, 这是规矩, 卢静看上去已是苍老无比, 满头白发, 人还没有走近呢, 就散发出一股子强烈的药味儿, 见过卢大师, 众人都是公身行礼, 只有林涵傲力, 在丹道上, 估计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师傅, 至少卢静不行, 林涵只是唯唯点头, 以平辈之理打过了招呼, 嘶, 众人都是震惊, 这家伙还没有通过认证, 就已经将自己当成高级丹师了, 你也不想想, 万一没有通过呢, 林涵打算炼制无相丹, 因为是高级丹药, 需要的材料也要珍贵许多, 有些甚至需要好几位人 只是签字才能打开库房去取, 因此, 这有点耗时, 卢静看着林涵, 心中有着强烈的感叹, 这小子, 真是年轻啊, 他像对方这么大的时候, 应该还是正在修炼精神力的学徒吧, 可人家呢, 已经是中级丹师了, 正在向高级丹师发起冲击, 人比人, 比不了, 一会之后, 材料准备齐了, 这次前来观看的人反而少, 因为卢静刻意控制了消息的外传, 只有达到初级的丹师才有资格列席, 因此就三十多个人, 大家都是大气也不敢出, 生怕影响了林涵, 林涵却是无所谓, 无论是初级的, 还是高级的, 在他看来差别都是不大, 他稍稍认真一点就行了, 开始吧, 他步下阵机, 然后以念力引动, 轰, 玉子开始燃烧, 化成了熊熊能量, 林涵等, 等到火候到了的时候, 他丢出了第一种药材, 过了一会, 他丢出了第二种, 然后是第三种, 到了一定时候, 他又把已经化成液体的药体收了回来, 放了新的药材开始熬炼, 与此同时, 他还在控制阵法, 调节着能量输出的大小, 达到了无比精细的程度, 作为曾经的天尊, 林涵对于力量, 面丽的控制精细度, 是这里任何人都不能契及的, 更何况, 他还是丹道帝王, 在炼丹上有着超着的能力, 不会吧, 到现在都没有暴炉, 这对于阵法的控制达到了何等精妙的程度, 这第一份药之金黄成镜, 和丹方中描述的一样, 丝, 也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他都顺风顺水了, 可怕的年轻人, 不, 这是未来的丹道大师, 之前, 许多初级丹师都在嫉妒林涵, 可现在呢, 他们不再嫉妒了, 只有强烈的佩服, 当一个人取得的成就太高后, 那别人便不会去嫉妒了, 羡慕或有之, 剩下的便只是佩服了, 林涵就一下子冲到了他们只能仰望的高度, 让他们连嫉妒之星都是消失, 第二份药汁, 第三份药汁, 然后合并, 再加入新的药材, 到快要两个小时的时候, 林涵没有再加上新的药材, 因为已经用尽, 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宁之承担, 一个不慎, 前功尽弃, 每个人的呼吸都是不由自主递平了起来, 他们会不会见证一个奇迹呢? 高级丹师啊, 虎聚成还从来走出来一个, 如尽是帝多丹道总会直接派过来的, 来的时候就是高级丹师了, 连卢敬都是微微有些紧张, 整个选北国的高级丹师不过区区42个, 难道从今天开始, 要变成43个了吗? 这真要轰动天下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只见药汁正在迅速凝承担, 丝毫没有化成灰烬的迹象, 药成了, 真的药成功了, 又两分钟过去, 林涵收工, 修, 三粒丹药飞出, 被林涵握在了手中, 恭喜林大师, 顿时, 所有人都是弯腰, 行丹道拜见长辈之礼, 便是莫国好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等级无比森严的世界, 五道如此, 正道如此, 丹道亦如此, 林涵心中刺牙, 这丹药刚刚出炉, 好烫, 没办法, 他修出的只是力量, 对于日和冷的抵抗力并不是如何的强大, 只是现在他的声势正在极点, 要是他突然将手中的丹药扔出去, 岂不是很破坏形象吗? 因此, 林涵只好强忍着火辣辣的灼烧改, 向着众人点点头, 并摆了摆手, 林大师, 你真是让老夫吃惊啊, 卢靖走了过来, 满脸的震惊还没有消退, 他真的见证了一个奇迹, 谢谢夸奖, 林涵笑道, 对了, 你的手不烫吗? 卢靖小声问, 烫, 呵呵, 来, 收敬丹瓶中吧, 老夫与你好好聊聊, 一老一少离去, 众人就只有目送的份, 这二人现在可是虎剧城的丹道巨头, 其他人只能仰望, 卢靖与林涵说了很久, 大部分是关于丹道协会的, 作为一个高级丹师可以享受什么权利, 又需要尽什么义务, 小半天之后, 林涵才离开, 他现在已是获得了在此地的所有权限, 可以浏览任意丹方, 另外, 购买材料则是想爱舞着优惠, 而且, 丹道协会还可以代售丹药, 只收成一成的手续费, 林涵还获得了一个微型光脑, 可以佩戴在手上, 平时可以当成手表来用, 在黑暗的地方还能发光当火把, 非常实用, 方便, 他打开光脑, 浏览着之前对他限制的单方, 补血丹, 可以补充气血, 适用于冲击换血镜之后, 第3219章中阳臂的挑衅, 补血丹应该就是孙建方之前服用的吧, 他靠自己的生命本源强行换血, 虽然突破了境界, 但内耗特别严重, 这只能在冲击之后服用, 不管是进击成功还是失败, 都可以用来补身, 嗯, 药力其实也有刺激生命潜力的效果, 所以并不适合在冲击的时候用, 不然就要起到反作用了, 这个倒是不错, 可以多送几颗给孙宗主, 先看看, 能不能改进一下单方, 林涵先买了一份补血丹的材料, 练出了一炉, 体会了一下过程, 不然的话, 这就是纸上谈兵了, 他再抠了一丁点, 服下之后, 体内的血液立刻沸腾起来, 好像充满了活力, 变得亢奋无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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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涵体会着, 他在找出药力中的缺点, 寻求改进, 药力有些过于肛膜, 会破坏身体, 是要三分毒, 这一点也不错, 减少一点天胡枝的分量, 再增加一点子餐的分量, 嗯, 还有林奎, 相信效果会好上许多, 林涵又去买材料, 他现在真的不缺钱, 又是近一个月过去, 此心要堂为他揽入了大把的资金, 足够他挥霍的, 退一步讲, 他每次炼单都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成品的价值至少三四倍余材料, 还怕没钱炼单, 他的镜头一来, 就不可阻止了, 没日没夜必改进这单方, 四天之后, 他终是成功了, 林涵微笑, 老板不写单的话, 可能会把人捕死, 而新版的话就没有这样的缺点, 哪怕受再重的伤, 也不用怕虚不受补, 去给孙宗主送去, 哎哟, 我都忘了去通知连起主, 一起办了吧, 林涵出门, 就要去找孙建芳和连雪荣, 只是他刚刚走出协会的大门, 便看到一人迎面走来, 中阳碧, 看到林涵的时候, 中阳碧明显一争, 这家伙来丹师协会干嘛, 他露出冷笑, 舞蹈第一人, 怎么有空光临我们丹道协会, 这话, 酸酸的, 充满了敌意, 你是舞蹈界的, 而这里是丹道圣地, 你不配过来, 林涵淡淡一笑, 这里是你家吗, 我来还需要你的同意, 你还真是说得没错, 这里确实是我的家, 中阳碧傲然道, 因为我可是初级丹师, 他将胸口高高挺起, 充满了自豪, 确实, 整个虎巨城可能就三四十个初级丹师, 而除了他之外, 哪一个初级丹师不是四十岁以上的高龄, 所以, 他天才卓绝, 无比自傲, 这时, 刚好又有两名初级丹师走了出来, 见到林涵之后下意识地就想行礼, 却被林涵用眼神示意, 让他们不要叫破自己的身份, 想玩, 好, 玩死你, 林涵淡淡道, 你不过是初级丹师, 我还是高级丹师里, 按照规矩, 你应该向我行礼, 扑, 中阳碧立刻小喷了出来,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你要是高级丹师的话, 那我就是丹道宗师了, 他痴然道, 边上两名初级丹师一听, 齐齐摇头, 就冲着中阳碧这句话, 他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林涵确实是高级丹师啊, 那中阳碧等于是在冒充丹道宗师, 这个罪名可不清, 虽然说, 大家都知道中阳碧其实是无心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林涵的身份, 但是, 不知者就能无罪吗? 啪, 林涵手起掌落, 就是一记耳光重重地抽在中阳碧的脸上, 打得他直接在原地转了三圈, 整个人都蒙圈了,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你敢打我, 中阳碧不可思议之极, 这可是丹道协会啊, 你居然敢殴打一位丹师, 这简直就是在老虎头上动土, 又有三名初级丹师过来, 听说了情况了之后, 五名初级丹师齐齐摇头, 中阳碧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他不但白挨了这记耳光, 事后还得跪在林涵面前道歉, 谁让他敢对一位高级丹师不敬呢? 活该被打, 没有一个人开口提醒, 林涵显然在整中阳碧, 谁也不会冒着的罪一名高级丹师的危险去送中阳碧这个人情, 那真是脑子坏掉了。 再说了, 中阳碧因为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初级丹师, 不要太得意嚣张, 好多人正看他不顺眼啊, 自然更加不会想去提醒了。 打了又如何, 林涵淡淡道, 中阳碧眼睛冒火, 但他清楚地知道, 真要动手的话, 他绝对不是林涵的对手。 对方可是虎惧成年轻一代舞蹈第一人, 横扫通卖无敌的。 他上去动手, 只是自取其入, 不过, 对方既然动手了, 哼, 那就索性再刺激一下林涵, 让他更加发狂, 甚至对自己产生杀意。 那么, 在单道协会公然要杀一名单师, 不管林涵是什么舞蹈第一天才, 恐怕也是难逃一死了。 对, 就这么办了, 中阳碧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憎恨, 林涵, 就因为自己的弟弟被对方羞辱了吗? 不, 更多的还应该是他的嫉妒心吧, 碾压了他的风头。 不管如何, 他就是不想再看到林涵, 希望对方永远消失。 狗胆, 中阳碧跳了过来, 用手指着林涵, 你不过是一个粗鲁的舞夫, 你就算在天才又如何, 放在虎剧城又算是什么东西? 你打得过换血镜吗? 就算打得过又如何, 换血镜上面还有几股镜, 你只是最最底层的小人物, 告诉你吧, 狐球是我故意引去磁心药堂的, 也是我故意带他不小心撞见你的女人的。 以狐球的性格,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将换血抓进虎府, 哈哈, 到时候你又能怎么样, 抢闯虎府吗? 那可是换血镜豪门, 你抢闯的话, 只会被砍死在门口。 怎么样, 自己的女人被抢去当了小妾, 你却只能在一边默默忍受, 这滋味不好受吧? 中阳碧嚣张帝说道, 这番话他并没有压低声音, 因为他就是要让林涵变得更加愤怒。 男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绿帽子, 现在他将知宣扬的人尽皆知, 那林涵还有脸吗? 这还不能刺激的你想杀人吗? 嘿嘿, 你就跌进这个坑, 摔死吧。 第3220章 做死小能手 林涵看着中阳碧, 表情说不出的古怪。 快, 快点恼羞成怒, 忍不住动手啊, 中阳碧有点蛋疼, 怎么林涵这反应十分不符合预想啊? 你这是什么表情? 难道, 你忍得下当纸绿油油的乌龟? 林涵摇摇头, 我见过不少做死的人, 但像你做得这么花的, 嗯, 应该是第一个了, 可称作死小能手。 你, 你, 中阳碧指着林涵, 满脸愤怒之色。 你是想要惊我, 让我出手杀你是不是? 林涵笑道, 而你的如意算盘, 则是我会失控, 当场动手, 然后被担到协会的高手反杀是不是? 靠, 怎么都被看出来了, 那你打算做一只缩头乌龟吗? 中阳碧说道, 在做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越越, 林涵展颜一笑, 为什么说你做死呢? 是因为你根本连我有什么底牌都不知道, 便跳出来惹怒于我。 你, 你有什么底牌? 中阳碧冷笑, 我不知道师尊为什么看中你, 但你要在这里动手的话, 谁也就不了你。 你敢吗? 他试图惊怒林涵, 林涵拍拍中阳碧的肩, 道, 放心, 我一定会杀你的, 毕竟你这么跳, 不杀也对不起你的一番苦心。 中阳碧一愣, 这什么意思, 林涵明明知道他的用意了, 还要杀他。 可你这么告诉我又是什么鬼, 咦, 这家伙说要杀自己, 不是刚好中了他的技吗? 为什么他却高兴不起来,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你, 他看着林涵, 觉得好像刚刚才认识这个年轻人。 林涵笑道, 你一定很奇怪, 我明明知道了你的阴谋, 却还敢杀你, 是不是? 中阳碧下意识地点点头, 他真的好奇怪。 啪, 林涵仰手就是一记耳光抽了过去, 以他的实力, 中阳碧又怎么躲得了? 这一巴掌抽得是结结实时, 中阳碧的三颗牙齿立刻飞了出来, 忘了告诉你,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拿手指着我, 会让我非常不爽。 林涵淡淡说道, 中阳碧摸着脸颊, 火辣辣地疼, 他终是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在大门口闹成这样了, 怎么还没有人上前阻止呢? 那么, 如果林涵抱起杀人, 也不会有人阻止他咯。 靠, 他可不想为了杀林涵而付出自己的性命。 奇怪吧, 为什么大家都是看着, 却没有人呵止你的作死行为? 林涵笑道, 向着众人道, 你们来告诉这位小丹师, 我是谁? 拜见林大师, 顿时, 门口的丹师, 包括守卫都是向着林涵恭敬行礼。 哈, 中阳碧一愣, 大师, 沉默大师, 不管是丹道还是镇道界, 只有高级和宗师级的丹师, 镇师才有资格被称为大师。 难道是高级镇法师? 不可能啊, 这么年轻, 连初级镇法师都未必混得到, 更何况是高级了。 等等, 就算林涵是高级镇法师, 丹道协会的人又何须向他行礼? 思, 他的毛子一下子睁大了几分, 脸上全是不可思议。 你猜得没错, 林涵点点头, 我是丹师协会的新晋高级丹师, 按照规矩, 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师。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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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阳碧现在心中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过, 嘴张得浑圆, 完全可以塞得下一只拳头。 一个武道界的粗鄙之人, 居然成了丹道界的王者。 这让他怎么相信, 可不幸又有什么用, 没见其他人的反应吗? 这可能是演戏吗? 完蛋了, 他居然像一位高级丹师耀武扬威, 更是做了乌绰之事, 这是在做死啊。 难怪刚才林涵的表情这么古怪, 林、林、林大师, 他产生道, 不只是声音, 整个人都在战斗。 林涵微微一笑, 好玩吧, 一点也不好玩, 中阳碧这才知道其实自己才是被坑的, 一个小小的初级丹师在丹师协会向一位高级丹师挑衅, 这是多么做死的行为。 林涵故意不让人叫破身份, 显然是故意挖了个坑给他跳啊。 最蠢的是, 他居然还真的跳了进去。 求林大师网开一面, 饶我一次, 中阳碧跪了下来, 磕头不断, 林涵摇摇头, 你这话说的, 真是太不给力了。 你刚才不是一直想要击我杀你吗? 我若不杀, 岂不是白瞎了你之前的努力? 我宁愿白瞎啊, 中阳碧都要哭了, 他怎么可能撂到麻, 一个比他还要年轻的人居然可以成为高级丹师, 换了谁也不可能想得到吧。 后悔了, 林涵问道, 后悔, 中阳碧点头, 可惜, 后悔也改变不了你犯下的恶行。 林涵摇摇头, 如果你只是嫉妒, 那我也懒得计较, 可你居然用如此歹毒的方法害人, 我又怎么能够容你? 不, 中阳碧意识到了不对, 连忙把腿就跑, 他什么都不要了, 他要逃出虎巨城。 哼, 一股大力碾压过来, 他不由自主就趴到了地上, 只觉整个人都好像四分五裂了, 根本无法再动弹一根手指。 他看向四周, 只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露出可怜又默然的表情, 然后很快从他的身上移过。 一个死人, 何须在意, 中阳碧指觉呼吸越来越困难, 他勉强回头看向林涵, 但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一片, 然后, 他头一低, 已是气息断绝。 林涵向着四周看看, 道, 将此事报之内误步,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是, 众人连忙道, 怎么处理, 别说这事本来就是中阳碧作死, 就算林涵无缘无故将中阳碧杀了, 单师协会又会拿他怎么样? 如此年轻的单道大师, 未来的前途无量啊, 冲着这一点, 并多也只是约束一下林涵的活动范围, 但绝不会处以极形的。 也就是说, 中阳碧就这么白死了。 谁让他自己做, 非要去招惹一位高级单师呢? 想想, 你居然企图让高级单师戴绿帽子, 你不死又谁死呢? 林涵扬长而去, 他也没有想到, 与中阳碧之间的恩怨居然会如此告下段落。 他先去了玄清席, 江湖剧城可能发生大变的事情告诉了对方, 然后便去找孙建芳送上了补写单。